炎帝为了得到女娲石 他费尽千辛万苦 屠杀了一大堆的人 结果等他回到那个秘境的时候 发现那里的女娲石 早就被人给去走了 他当时怒火中烧 直接让帝王炎龙江 那一个岛屿烧得干干净净 是又怎么样 你 炎帝没有想到 刘欣这个家伙 装都不装一下 直接就承认了 一副你奈我何的模样 怎么 你想要动手吗 刘欣那一双犀利的眼睛 死死地看向了炎帝 咕咚咕咚 感受到刘欣那可怕的杀意 炎帝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 虽然他也是一路杀过来的 攀登上了挨挨白骨的高峰 可是这些年 他嫌散惯了 似乎有点忘记原来的感觉了 居然被刘欣给吓到了 小子 你别太得意 识相的话 就把女娲石交出来 你放心 只要你交出来 我肯定不会难你 刘欣文言 他像是看白痴一样 看向了炎帝 女娲石在我身上 有本事你就来娶 好 炎帝知道 刘欣是说不通了 既然说不通 那就打吧 他一拍胯下的帝王炎龙 帝王炎龙大嘴一张 一道炙热的火焰 喷射而出 一火 炎龙真火 刘欣没有想到 炎帝的帝王炎龙 居然有一火 炎帝文言 他一脸的得意 没错 就是一火 小子 受死吧 帝王炎龙的炎龙真火 喷射而出 朝着刘欣喷射而去 So 一道身影出现在了 刘欣的跟前 将炎龙真火 给格挡了下来 是悟空 帝王炎龙见状 他加大了火焰的输出 结果他惊讶地发现 自己体内的能量 正在快速地消失住 帝王炎龙被吓到了 他下意识地想要 将火焰给收起来 结果根本就不听使唤 那火焰正在被悟空吞噬吸收 最终 所有的火焰 都被悟空吸收完了 帝王炎龙被吸干了能量 他的身体从高空坠落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哎哟 我的老妖啊 炎帝没有想到 自己今天会阴沟里翻船 流星冷冷地看了一眼炎帝 他并没有对炎帝继续出手 这个家伙好歹守护华夏好些年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前段时间 他去搜寻污秽之血 并不是在国内 而是前往了樱花国 那里是污秽之都 污秽之血自然最多 炎帝是和水军一起去的 两个家伙到了之后 就开始打开杀戒 算上这两点 流星打算放炎帝一马 老伙计 你莫是吧 炎帝朝着帝王炎龙奔跑了过去 流星见状 他冷冷道 你放心 我的悟空手下留情了 他只是虚脱了 过段时间就会好了 只是他以后再也无法使用炎龙真火了 帝王炎龙的炎龙真火 被悟空给吸收得干干净净 一滴也不剩了 流星齐住安琪离开了 看住流星远去的背影 炎帝有些后悔 唉 我为什么要招惹这个灾星啊 炎帝已经打算 以后对流星退避三社 哪怕真的避无可避 他也不打算和流星作对 好不容易爬到现在的位置 他还想多活几年 流星齐住安琪 回到了流星团基地 他直接来到了密室内 来 悟空 将这个炼化一下 悟空接过了流星手中的女蛙石 他开始炼化起来 女蛙石接触到升级之后的地火 他开始慢慢融化 最后变成了一滩七彩的水 流星赶忙将复生花 还有还魂草加了进去 顿时一池子 闪烁出出冰蓝色光芒的药液 凭空出现了 流星见状 他将风之女神的身体拿了出来 放进了药池 看中那满池子的药液 风之女神显得无比的激动 他的灵魂体潮蛀药液飞了过去 最后融入到了身体之中 风之女神的身体 开始吸收药池里面的药液 不多时 里面的药液被他给吸收完了 他的身体飘了起来 闪烁出耀眼的蓝光 渐渐地 风之女神张开了眼睛 活了 我复活了 风之女神有些不敢相信地 看了一眼自己的双手 为了适应自己复活 他的双手使劲地握了握 那一股子真实的触感 让风之女神喜极而泣 他一下子朝着流星飞扑了过来 将流星搂进了怀中 谢谢 谢谢 流星真是太谢谢你了 流星文言 他微微一笑 用手拍了拍风之女神的后背 他开口道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风之女神文言 他小脸一红 好了 你刚刚苏醒过来 赶快做下练功 好好地调整一下 嗯 风之女神点了点头 他开始盘膝而坐 修炼他的功法 这 流星没有想到 风之女神修炼起来这么恐怖 四周的灵气像是疯了一般 朝着他的身体汇聚过去 尤其是空气之中的风元素 这些小家伙 原本是细小的 肉眼不可见的小颗粒 可是在风之女神大力的吸收下 他们变得大力起来 已经肉眼可见了 此时的风之女神 不像是在吸收灵气 更像是在掠夺 以他身体位周身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灵气漩涡 流星就这么静静地在一旁等候住 中途他并没有离开 也不知道等了多久 风之女神终于修炼完毕 小风 流星喊了一声风之女神 此时的风之女神的气质完全变了 他的眉心处出现了一道黄色的符文印记 成了 我终于成了 看来我的想法是对的 风之女神显得无比的激动 什么成了 流星 我成神了 我成功地吸收风元素 凝聚出了神格 成神 流星没有想到 超凡王者之上还有段位 那就是神 有道是超凡 脱俗 成神 一切显得那么自然 恭喜你啊 流星也替风之女神感到高兴 流星 谢谢 谢谢 没有你的帮助 就不好有我的今天 说话间 风之女神闪身来到了流星的跟前 流星只感觉自己的嘴唇 接触到了一丝温暖 风之女神吗 好美 流星最后脑海里面浮现起这么两句话 骷髅王大法师 一张 骷髅王大法师 风之女神复活之后 流星终于知道超凡境界之后 是什么境界了 那就是成神 现在她的手里面拥有风之女神这一张王牌 流星此时站在新的流星团基地的高处 她触目远眺 也就是说 只要流星想 那远处的土地都可以是她的 流星当即打电话给了颜国力 她让颜国力去招星 流星打算扩建流星团 她打算建设出一个人人有饭吃 人人有书读 人人都可以成为预售师的大同社会 她要让所有加入流星团的成员 全部成为社会的高精英人士 流星开始率领流星团的军队讨伐魔族 在她的攻击下 魔族的领地被她吞了一块又一块 上头给流星颁发的嘉奖令 也是一封接着一封的来 没多久 就堆成了一个小山 此时流星团基地的顶楼 两个老头正在那里喝咖啡 他们分别是水军和炎帝 他们和流星算是不打不相识 在听说流星这边招人之后 他们就厚住脸皮来了 他们通过流星战斗的视频 隐隐地觉得 流星似乎已经突破了那一条线 那一条越过超凡 抵达神界的线 两个老家伙花了大半辈子 为的就是寻求长生 他们也曾娶妻生子 不过老婆和孩子 都逃脱不过岁月的摧残 很多年前就去世了 如果不是他们有幸 突破到超凡王者境界 此时的他们 或许早就是一泼黄土了吧 嗯 这咖啡味道不错 水军喝了一口之后 他十分满意地点了点头 大人你满意就好 言国力见到水军 他无比地激动 这样的人可是大人物 曾经老英国的一个高手来袭 那家伙叫史密斯 不知道杀了多少华国的好手 就在众人手足无措之时 水军出现了 他轻松斩杀史密斯 并冷冷说了一句 犯我华下者 虽远必诛 从那时起 老英国的高手 再也没有胆子来作乱了 至于炎帝 他的战绩自然更屌 直接把英花国的厕所给烧了 所以 炎国力才会对两人毕恭毕敬 流星那个小子呢 团长他出去 战斗去了 战斗 他怎么又去了 眼底的眉头紧皱了起来 战场上 流星骑驻安起 他大杀四方 流星从战争之中 尝到了甜头 魔族式的天独后的种族 他们除了生育率低下以外 几乎是最优秀的种族 每一个魔族高层 都是一个行走的宝物 体内运含住大量的能量 流星屠杀魔族 将他们的血肉 给悟空他们吃 悟空他们的实力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加住 流星这边的战斗 自然引起了魔族高层的不满 此时魔族的一处宫殿内 一头人参鸟头的家伙 身穿黄袍 坐在主位上 他的本体是一尊大鹏鸟 这家伙的实力 是超凡王者九阶 偷 我们又一个领的失落了 听到小弟传来的消息 大鹏鸟的眉头紧皱了起来 他看了一眼两旁 原本坐在他身边的大象和狮子 已经被流星给解决了 现在就轮到他了 大鹏鸟有些不甘心 他并不想就这么树以待毙 患魔大阵弄好没有 弄好了 就等着您去启动 好 大鹏鸟快速地飞出了宫殿 他来到了外面 此时地上用鲜血 画住一个巨大的法阵 法阵的中央 躺住一大堆的人类的尸体 大鹏鸟看向这些家伙的尸体 如同看草芥一般 我不明白 我们魔族明明是最强重 可是我们为什么会说 会说给人类这样 低贱狡猾的生物 大鹏鸟他想不明白 既然想不明白 他也不想去想了 你们不是想要我的命吗 那就来吧 看看到底是你们死 还是我亡 大鹏鸟开始笑了起来 他启动了幻魔大阵 一时之间 整个幻魔大阵 泛起了耀眼的火光 天空中在云朵开始聚集 轰咖 一道雷电划破天空 一道巨大的身影 从幻魔大阵里面窜了起来 他身穿法袍 手持骷髅法杖 那孔洞的眼眶里面 闪烁住红光 俺自了公 那个家伙喊了一声 只见他手中的法杖 往地面一敲 顿时时到法阵凭空出现 吸血鬼女王 白骨女王 寒冰之王 训兽之王 黑暗精灵之王 恶魔之王 这些家伙出现之后 纷纷朝着眼前的 骷髅王大法师 单膝下跪 大鹏鸟这回飞在高空 他冷冷地看了一眼地下 开口道 好戏开始了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说住他扇动住翅膀 快速地离开了这里 大鹏鸟不知道的是 在他离开的时候 那骷髅王大法师 朝着他离开的方向 冷冷地看了一眼 为了感谢你召唤吴 吴就先放你一马吧 说住他手中的骷髅法杖 再次猛地一敲地面 顿时那些人类的尸体 开始发生异变 他们互相融合 幻化成了一只只黑色的骷髅 上 我要将这里 变成我私人领地 随着他的一声令下 他手底下的十位 王开始行动起来 既然是私人领地 那么这周边 就不允许有陌生人的存在 骷髅王大法师的手下 展开了大屠杀 可怜的魔族 面对强大的亡灵生物 他们也只有挨打的分 很快 大鹏鸟领地内 所有的魔族被屠戮殆尽 不过他们也没有白死 而是化作了 骷髅王大法师 最忠实的手下 看住眼前的骷髅大军 骷髅王大法师 眼睛微眯 果然魔族的身体 是最好的材料 他发现 使用人类尸体 创造出来的士兵 和使用魔族尸体 创造出来的士兵 两者之间的差距 那是天差地别 一名魔族尸体 创造出来的士兵 可以随意地挑战 十名人类尸体 创造出来的士兵 而且 是轻松获胜的那一种 很好 骷髅王大法师点了点头 他将目光看向了白骨女王 冷冷地开口道 阿贝拉 战争开始了 既然我们 来到了这个世界 那我就做这个世界的王吧 是 我亲爱的王 白骨女王阿贝拉 对驻骷髅王大法 施行了一礼 随后他 看向了其他几位王 你们都听到了吗 听到了 参加会议 二章 参加会议 骷髅王大法师 和他的手下 开始了行动 因为他们来自地狱 全部都是亡灵生物 他们极难对付 哪怕杀死一只 只要有一具尸体 就会再次复活一个士兵 靠住这一种手段 骷髅王大法师带领他的手下 很快就打下来一块巨大的地盘 他的领地 开始和人类世界接触 骷髅王大法师的出现 引起了人族的恐慌 七个大国家的领土 都跟骷髅王大法师的领的接壤了 其中有不少人和他们打了一架 结果无一例外 全部都是惨败 面对这样的强敌 人族开始紧张起来 世界高层开启了会议 为了防止骷髅王大法师伟大不掉 所以必须的在他成长起来之前 将他扼杀在摇篮里面 不然等他站稳脚跟 以后就没有人类什么事情 等待人类的 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灭亡 刘星此时 坐在刘星团的基地内 今天他休息 结果 颜国力急匆匆地从外面跑了进来 国力 出什么事情了 怎么急急忙忙的 团长 不好了 你快看看吧 颜国力掏出了平板电脑 将一个地图展现给了刘星 团长 您看 这里 这里 还有这里 原本都是魔族的地盘 不过这几个魔族之间互相不对付 所以 他们各自为政 但是这一次 情况就不一样了 突然出现了一名骷髅王大法师 他和他的手下 实力极为的恐怖 短短几天 就将这些家伙的地盘 全部打下来了 而且 还将这些魔族 全部变成了亡灵生物 上头得到了这个消息 他们十分的重视 因此 邀请我们去参加 刘星现在是超凡王座 再加上他之前的战绩 有事情 上头自然会想到他 会议什么时候开始 今晚 来接应我们的人 已经在门口等候住了 好 那我们现在 就出发吧 刘星这一次去会议 他带了两个人 一个严国力 还有一个就是苏胖 严国力是用来负责对接业务 至于苏胖 他来当后勤 比如给刘星当专职厨师之类的 同时 也是去见见世面 刘星他们乘坐专机 来到了会议所在地 这一次 他们三个都穿了西装 表示对这一次会议的重视 由于距离会议 开始还有一个多小时 所以刘星他们 并没有进入会议室 而是在外面玩耍 突然 苏胖那个家伙 眼前一亮 刘星 你看 那边有冰淇淋吃咽 苏胖一边说 一边往那领取冰淇淋的地方 走了过去 由于天气炎热 所以上头请了两个美女 来这里派发冰淇淋 苏胖笑嘻嘻地来到了 两个美女的跟前 他开口道 您好 麻烦给我三个 两个女子见到苏胖 他们眉头微皱 下意识地开口道 对不起 没有了 没 没有了 不应该啊 我明明看见 刚刚那个蓝眼睛发的男子 拿走了好几个 怎么一到我就没有了 没有了 就是没有了 说住两个女子脸上 露出了一丝不悦 你还不快走 就在这时 刚刚那个拿走 好几个冰淇淋的男子 再次回来了 他面带微笑 一副绅士的模样 Sorry 我刚刚拿的那几个冰淇淋 都被我的几个朋友给分了 麻烦问一下 您这里还有吗 还有 还有 您稍等 两个女子闻言 她们瞬间变得极其积极 十分麻溜地 从一旁的箱子里面 再次掏出来几个冰淇淋 苏胖见状 她的脸瞬间黑了 你们刚刚不是说没有了吗 苏胖冷冷地开口道 对啊 是没有了 两个女子说得理所当然 那个金发男见状 她并没有说什么 而是微微一笑 拿起冰淇淋 就准备离开 两个女子见状 她们笑着开口道 小心一点哦 不要掉到地上了 掉到地上也没有关系哦 我们这里还有 都是免费的 可以再来领取 听住两个女子的话 苏胖的脸刷的一下 变得通红了起来 她双手紧握 一副想要揍两女的模样 刘欣身边的颜国立的脸色 也变得有些难看 她们像是吃饭吃到了苍蝇一般 感到十分的恶心 团 团长 就在这时 一个家伙带着几个小弟走了过来 结果陷到了刘欣 她立马像一条田狗一样 跑到了文轩的跟前 团长 您来了 怎么又不知道跟我说一声啊 来人是吴明 她陷到刘欣 顿时是喜出望外 团长 您怎么在这里站住 哦 没事 我在这里看戏 看戏 吴明一脸的疑惑 当她顺住刘欣的目光看去之时 她见到了对面的两个女子 吴明顿时眼前一亮 团长 您想要吃雪糕吗 我去给您拿 不用了 给狗吃的东西 我才不吃 说完刘欣带住颜国立 朝着会场走去 至于苏胖 她则是立马朝着刘欣追了上去 吴明愣在了原地 她有些疑惑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为什么团长会那么生气 吴明能够混到如今的位置 和她能够揣测上级的心思的本事 分不开关系 她黑住脸 走到了一旁的安保跟前 你说 刚刚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那个安保是吴明的手下 她自然将自己刚刚看到的 一五一十地讲给了吴明听 吴明听完 她气得胸腹剧烈地上下起伏住 一双犀利的眼睛 恶狠狠地看向了那两女 这两个家伙 是谁找来的 他们是陈科长的亲戚 陈科长 哼 吴明冷哼一声 去 把那两个家伙 给我赶出去 同时动用一些手段 我要让他们后半辈子 在床上度过 既然几两不要了 那就打断吧 吴明简简单单地积句话 就决定了两女后半辈子的生活 说完她也朝着会议室走了进去 严国立和苏胖 在后面找了一个位置坐了下来 刘欣不一样 她现在身居高位 前面有她的位置 而且 还是有名牌的位置 她走到了自己的位置 坐了下去 刚刚那个领取冰淇淋的 正好坐在刘欣的身边 她献到刘欣 笑住开口问道 要不要吃 她这回的 跟前桌子 放了好几罐冰淇淋 三张打上月球 三张 打上月球 看住眼前 这个好像几辈子 没吃过冰淇淋的家伙 我不吃狗吃的东西 此话一出 那个男子顿时一愣 随后她的表情变得难看起来 你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你给我说清楚 说住她右手朝着刘欣抓了过去 她一把抓住了刘欣的衣领 将刘欣的衣领给拉了起来 刘欣健壮 她嘴角轻轻勾起 以她现在的身手 想要躲开 那不是轻轻松松的事情 不过刘欣不想躲 她就是要让对手 抓住她的衣领 哼 一道金属声响起 随后是一道寒光闪过 啊 那个抓住刘欣衣领的家伙 她捂住断臂 在那不停地哀嚎起来 大量的鲜血 从她的伤口处喷涌而出 她疼地发出了杀猪般的嚎叫 这边的情况 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他们纷纷朝着这边看了过来 不好意思 我这人不喜欢别人的狗爪子碰我 谁要是碰我 我就把他给砍了 这回几个惊发闭眼的家伙 快速地走了过来 他们冷冷地看向了刘欣 开口道 你是什么意思 我们远道而来 你们就是这么招待客人的吗 客人 刘欣眼睛微眯 一脸不懈地看向了眼前这几个家伙 她开口道 客人来了有热茶 敌人来了有猎枪 你们口口声声说 你们是客人 那你们尽到了客人知道吗 在座这么多人 刚刚应该都看到了吧 这个家伙漠视找事 居然抓我的衣领 说这话的时候 刘欣将自己超凡王者九届的实力给 宣泄了出去 在场的众人都感受到了 这一股子可怕的威压 一时之间 他们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怎么样 难道我还冤枉人不成 那几个准备找刘欣麻烦的人 他们陷到刘欣的实力之后 脸色都是一变 大量的冷汗从他们的头上冒了出来 不 不好意思 是我们的错 是我们的错 他们开始对刘欣连连道歉起来 哼 刘欣冷哼一声 他冷冷地瞥了一眼 被他砍断手臂的那个家伙 那个家伙 这回脸色变得十分的惨白 痘大的汗珠 从他的额头上滴落下来 他的衣服 早就被汗水给打湿了 你们把他带下去吧 免得死在了这里 误会了我们的地方 是是是 他们连连称事 然后带着那个家伙下去了 啪啪啪 就在他们走后不久 一个常住酒糟笔的老头走了过来 他一边走 一边鼓掌 冷笑道 阁下真是好本事啊 沉得好威风 流星文言 他朝着眼前的老头 冷冷一瞥 怎么 你想要帮他们出头 年轻人 别这么大的火气 别忘了我们今天 来是干什么的 别为了一点小事 伤了我们之间的和气 毕竟我们的敌人 是那一名骷髅大法师 听住酒糟笔的话 流星微微点头 这个时候 七个服务员已经过来 将带血的凳子 帮流星给换掉了 流星没有理会酒糟笔 他直接坐了下去 酒糟笔见状 他微微一个欠身 离开了 等了一会 会议开始 对于会议什么的 流星最讨厌的 这些家伙在那叙叙叨叨地说个莫完 流星都差一点睡住了 好在他们最后 讨论出了一个方案 那就是 每一个国家都组建起一支部队 联合起来 前往讨伐骷髅王大法师 从会一场地离开 在回去的路上 流星对住严国立开口问道 国立 对于这一场联军的事情 你怎么看 严国立闻言 他扶了一下眼镜 眼中闪过一抹金光 我站一旁看 哈哈 听到严国立的话 苏胖开始哈哈哈哈地大笑起来 站一旁看 国立啊国立 你真是笑死我了 流星见状 他白了苏胖一眼 没啥好笑的 人家国立说的没错 什么 听到流星的话 苏胖显得有些震惊 你们还记得 当初十八联军讨伐董胖胖吗 那个时候 所有人都保持住 隔岸关火的态度 结果最花力气的那人 最倒霉 所以 我们要记住一点 事情不对 我们立马扯呼 同时做好最坏的打算 那就是 我们自己独自抗住 亡灵大军的攻击 是 会飞的飞机 是流星的私人飞机 所以不存在被人监听的事情 几天之后 流星带助流星团 和其他的人会合了 团长 这是最新的情报 华夏联军的同龄者是流星 大家对于这个 没有任何的意见 流星这会 坐在一处营帐中 下面坐住十多位高手 他们全部都是各大拥兵团的老团长 没错 就是老团长 就是那些已经退位之后的老东西 流星从颜国立手中接过了情报 他看完之后 嘴角轻轻勾起 这些家伙 果然打了一手好算盘啊 根据情报显示 只有他们按照原定计划 到达了指定位置 剩下的那些家伙 统统延迟了行军路程 也就是说 流星他们这一支部队 最靠近敌人的大本营 呜 呜 呜 一阵阵号角声传来 嫡妻 嫡妻 营帐内 众人开始呐喊起来 所有人立马开始集结 统统会聚到了城墙之上 看住底下密密麻麻 如同潮水一般的亡灵大军 所有人都看傻眼了 有些胆小的家伙 居然吓得屎尿都跑出来了 各就各位 预备 一声洪亮的声音 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大家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发现那边的人有些不一样 他们身穿整齐滑衣的铠甲 一个个精神饱满 这个时候 早就叙事待发 开火 嗖嗖嗖 无数的炮弹发射而出 轰轰轰 那些炮弹落在了战场之上 顿时发生了大爆炸 这些炮弹威力惊人 基本上是一炸一大片 这 其他佣兵团的人都看傻眼了 他们没有想到 眼前的这一支军队这么强 这也太离谱了吧 这战斗力 哪怕是想要打上月球 也不是不可能啊 四张先杀一王 四张先杀一王 在流行团的炮轰下 那亡灵大军 一片接着一片地倒了下去 哼 有个家伙忍不住打了一个哈欠 这都战斗多久了 那些亡灵大军 怎么还没攻过来 再不过来 我感觉我都快要睡住了 睡住了 不至于吧 这炮火声这么大 你居然能够睡得着 干嘛睡不住 我感觉我都快要无聊死了 离谱 真是太离谱了 你们看看外面 哪里还有完好的土地 妈的 这土里面要是有老鼠 应该早就死了七八回了吧 不知道流行团 哪里搞来的炮弹 居然可以打这么久 炮弹洗地 对于我来说 简直想都不敢想 这得多有钱 才能够做到这一步 弄得我心里痒痒的 我都想上手来上一炮 亡灵大军对面 有住一只巨大的白老鼠 他见到自己手底下的亡灵大军 被消灭得七七八八 顿时慌张了起来 糟了 他没有想到眼前的人类这么强 仅仅靠住炮火 就能够将他手底下的亡灵大军 屠戮殆尽 亡灵大军有一个特性 那就是一边战斗 一边增援 只要有一具尸体 他们就可以多一名士兵 可是现在 所有的东西都被炮火给炸成了积粉 想要复活成亡灵士兵 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 吱吱吱 那一头巨大的老鼠 发出一声嘶吼 他的眼睛瞬间变得通红起来 他朝着流行 他们这边发起了冲锋 你们快看 老鼠 好大一只老鼠 快 对住老鼠开炮 一瞬间 无数的炮火 朝着那一头巨大的老鼠轰去 不过这家伙的速度很快 轻轻松松地就躲开了炮火 来到了城墙下 他猛地高高跃起 一下子跳到了比城墙高的高度 碰 一根巨大的铁棍 一棍打在了他的头上 将他打得落到了地上 哄 那一头巨大的白老鼠 重重摔在地上 将地面砸出了一个大坑 不过他并没有死 而是挣扎住爬了起来 吱吱吱 他对住悟空 就是一顿交换 森林之主 属性 植物 金属 性别 等级 超凡王者八阶 资质 SSS 进化路线 无 领域 死者复生 无坚不摧 所学技能 啃咬 超强治愈 致命门牙 必杀一击 超迅速 这 想不到这一只老鼠 居然是丛林之主 他被悟空一棍子打到了地面 顿时受了重伤 头顶因为遭受到悟空的攻击 这回焦黑了一片 不过他靠住强大的自愈能力 那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住 哪怕是毛发 也渐渐长了出来 这能力 让天下所有的兔子见到之后 感到流泪 如果他们有这样的能力 也就不会变成了兔子了 悟空手持金箍棒 从城墙之上一跃而下 他全身冒起了红色的光芒 火焰瞬间将他身体营绕 悟空化身成了火焰战神 他朝着森林之主飞扑而去 一棍子打了过去 森林之主见状 他嘴巴张开 露出了锋利的门牙 朝着悟空的金箍棒咬了过来 森林之主已经打算 直接将悟空的金箍棒给咬坏掉 以他的能力 完全可以做得到 悟空似乎感觉到自己的金箍棒 可能会被咬坏 哄 他的金箍棒瞬间被火焰所包裹 那可是地火 森林之主见状 他慌了 不过这个时候 距离是在太近了 想要躲开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森林之主那锋利的牙齿 金箍棒之上 哄 金属碰撞的声音传来 他那锋利的牙齿 居然直接将悟空的金箍棒 咬出了一点点祸口 不过也就一点点 那地火将森林之主的身体给点燃了 森林之主立刻松开了嘴巴 他嘴巴这回被火焰烧得焦黑 疼得在地上不停地打滚 悟空见状 他右手成长 哄 一道火焰冲击波喷尸而出 那是地火焚烧 火焰命中了森林之主 瞬间将森林之主 变成了一团大火球 可惜在地火面前再将的治愈能力 也显得捉襟见肘 最终他隐恨在了地火之下 看住被烤成一团焦炭的森林之主 众人都是一脸的呆滞 结 结束了 这就结束了 他们其中不少人都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会是一场恶战 结果没有想到 战斗就这么轻轻松松结束了 他们开始自我怀疑起来 我是谁 我在哪 我来这里做什么 流星团的成员们对于这一种事情 早就见怪不怪了 团长牛逼 团长霸气 团长威武霸气 团长盖世无双 举世无敌 流星团的成员们开始呐喊起来 他们整齐滑衣 听得其他人热血沸腾 忍不住跟着开始喊了起来 最后所有人都在念叨住一个名字 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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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星这边战争暂时结束了 他解决了来犯之敌 可是其他人倒霉了 吸血鬼女王 白骨女王 寒冰之王 训兽之王 黑暗精灵之王 这些家伙 没有一个是好对付的 面对他们的攻击 那些人节节败退 敌人越来越强 他们越来越弱 再打下去 他们估计就要亡国灭种了 此时流星团所在营地 他们接收到了 来自四面八方的消息 当听说老英国 英花国他们战斗失利之后 所有人都感到一阵庆幸 他们庆幸自己这边有流星的存在 如果没有流星 他们的下场 估计跟那些家伙差不多 这会移出巨大的堡垒宫殿内 一尊身穿法袍的骷髅 坐在主位上 他一脸严肃地看向了下面 底下站立住九尊大将 原本是十尊 现在少一尊 骷髅大法师怒了 他冷冷地看向了白骨女王 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家伙怎么莫来 白骨女王闻言 他的脸上闪过一抹慌乱 主 主人 那家伙死了 什么 五张冰冻之王的强大 五张冰冻之王的强大 骷髅大法师震惊地 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不过他很快就调整好了姿态 他那一双犀利的眼睛 快速地从众人的身上扫过 你们之中 谁替我去跑一趟 我想要那个杀了我宠物的 那个家伙的头 底下的九王闻言 他们互相对视了一眼 对于这一件事情 他们似乎都不太愿意 骷髅大法师 落在了一个家伙的身上 那是一尊冰怪 他感受到了骷髅大法师的眼神 自然明白 他是想要让自己去 首领都给出这样的暗示了 他哪敢推脱 直接走了出来 他手中的巨大的冰斧头的伏饼 重重地扎进了土里面 单膝跪地 苦 咔嚓擦擦 一股紫寒气从他的呼吸口 喷涌了出来 吴王 吴怨王 好 非常好 骷髅大法师见状 他特别地高兴 对着冰冻之王开口道 那你就去吧 记住 速去速回 我们这边马上就要 把那些家伙的领地打下来了 到时候 我们去找你会合 好 说住冰冻之王 从地上站了起来 他右手握住那一柄巨大的冰斧头 用力直接将冰斧头给拔了出来 他开始朝着门 外面走去 他一步一个脚印 每一次脚落地 就会发出冰块碰撞的清脆声 冰冻之王的身体 是由不容冰构成的 身体表面极为寒冷 向外面冒着白色的寒气 刘欣这边 他们解决了丛林之王 完成了攻略目标 接下来就是等待了 等住别的地方的消息 别国联军战败的消息 如同雪花般朝着刘欣他们飘了过来 颜国立看住这些消息 他的脸色变得越发凝重起来 唇亡齿寒 他们如果都没了 那么他们估计也要完蛋 团长 我们要不要去帮忙 刘欣这会坐在一个巨大的太阳伞下面 他拿起一旁的果汁喝了一口 急什么 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这 刘欣看向了颜国立 他开口道 你说 如果战败的是我们 那会是什么后果 他们回来救援吗 颜国立文言 他微微一愣 随即开口道 不会 那你说 咱们和他们相持了这么多年 他们拿不下我们 我们也拿不下他们 你说这 到底是为什么 颜国立何其聪明 他立马 就想明白了 问题的关键所在 团长 您的意思是 那些家伙留有后手 流行文言 他点了点头 而且这些家伙 肯定隐藏的不止一两手 想要让我们去给他们做炮灰 未免想得太美好了 咱们就按兵不动 放心 哪怕他们全部阵亡了 我们也没事 文轩现在可是有一张王牌 不到万不得已 他是绝对不会 拿出来用的 团 团长 那么来了一个大家伙 他指名道姓 要让我们这边的最强者 出去和他战斗 我们有几个兄弟出去了 结果无一例外 全部都被他一招秒杀 嗯 流行有著好奇 到底是谁来了 居然会这么礼貌 直接在城外叫阵 而没有发动攻击 流行带住颜国立 朝着城墙走去 他往城墙外面望去 见到了那一个大家伙 一尊巨大的 身穿冰铠甲的怪物 苦 咔嚓擦 冰怪物见到了流行 他冷冷地开口道 你就是他们的王吗 冰怪物能够从流行的身上 感受到一股子极为可怕的压力 他现在超凡王者八阶的怪物 能够让他感到压力的生物可不多 一道身影朝着城墙飞了下去 这一次 流行并没有派悟空 而是让是神乙王去对战 对手实力是超凡王者八阶 远不是之前丛林之王那重水或能比的 是神乙王扇动住翅膀 朝着冰冻之王飞扑而去 他的枪头营绕住火焰 冰冻之王剑撞 他猛地举起手中的大斧头 进行格挡 砍 双方的武器碰撞在了一起 顿时发出了金属的碰撞声 冰冻之王被是神乙王一击 打得倒退了好几步 好大的力气 他很快掉整姿态 一斧头朝着是神乙王劈砍过来 是神乙王闪身躲开 但是他的影分身就没有这么幸运 直接被冰冻之王的大斧头劈砍中 那凛冽的冰瞬间将是神乙王的分身给动截住了 变成了一块冰坨坨 如同其他的那些挑战者一样 短暂地切磋过后 双方开始了动真格 是神乙王手中长枪猛地往前一戳 灌龙枪 啊 一头黑龙咆哮一声 朝着冰冻之王冲击而去 冰冻之王见状 他的大斧头一个游下网上的斜劈 居然从中间 直接将那一条黑龙给劈砍开了 一道冰刃破空而出 朝着是神乙王击射而来 是神乙王手中黑龙枪猛的一条 将冰刃给挑飞了 痛快 真是太痛快了 好久没有碰到这样的对手了 冰冻之王快速迈步 朝着是神乙王飞扑过来 双方站坐了一团 坑坑坑 听出那不绝于耳的金属碰撞声 众人此刻的状态是猛逼的 快 实在是太快了 他们只能看到两道身影 在地上不停地发生碰撞 一道是蓝白色的 一道是黑色的 随着他们的战斗 四周变得一片狼藉 那地面如同刀劈俯砍一般 石而冰块飞溅 石而火焰喷射 团长也太将了吧 这战斗 是人的战斗吗 如果换我上 估计也得跟那些家伙一样吧 他们的速度太快了 我的眼睛都跟不上了 看都看不现 这还战斗个屁 战斗之王一斧头将是神乙王给劈退 他手中的大斧头猛地往地面一砸 哄 咔嚓嚓嚓 那可怕的寒冰 以大斧头砸的地方位中心 开始朝着四周蔓延 兵封万里 一瞬间 整个地面都被厚厚的尖兵给冻住了 变成了冰雪的世界 这 众人见到这样的场景 顿时眼睛睁得老大 他们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是神乙王靠着翅膀 飞到了空中 躲开了寒冰的攻击 哄 他的全身泛起了金色的光芒 对方使出了领域 是神乙王自然也要使用自己的领域 进行格挡 金光闪烁 六张击杀寒冰之王 六张 击杀寒冰之王 是神乙王周身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金色防护罩 朝着冰冻之王冲击了过去 哄 双方碰撞在了一起 顿时发生了大爆炸 那可怕的气浪席卷开来 形成了一股子飓风 吹得炎国力等人仁养马翻 那 那是什么 白风见到是神乙王周身的防护罩之后 他忍不住惊呼出声 领域 那是团长的是神乙王的领域 领域 那是什么东西 是你我这辈子 可能都无法接触到的东西 说这话的时候 炎国力忍不住露出了一抹苦笑 领域吗 蓝天下意识地握紧了拳头 是神乙王的金之领域 他暂时无法领悟 但是另外一个就不一定了 那就是冰冻之王的寒冰领域 哄哄哄 在他们愣神之际 世神乙王和冰冻之王再次交手了数百招 这一次双方都使用上了领域的力量 一时之间 城墙外面只存在两种元素 一种是金元素 一种是冰元素 这一场战斗 是金元素和冰元素的较量 金元素坚固且霸道 冰元素则是寒浪 看住眼前如同末日一般的场景 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 放眼所及 皆是铺天盖地的尘埃 时不时有冰块或者金刃破空而出 有些朝着城墙飞来 被流星的其他御兽给格挡了下来 双方的战斗还在继续 随着战斗的进行 是神乙王的幻影机触发的频率越来越高 很快就形成了幻影大军 冰冻之王疲于应对 但是架不住对方人多 每一次他都会哀上一下 虽然不是很疼 但是存在减甲效果呀 冰冻之王发现 自己身上厚厚的甲皱变得脆了起来 如同纸张一般 马上就要到一碰就碎的境界了 好 他发出了一声咆哮 手中的长浮猛地往地面一插 无数的寒气席卷开来 以冰冻之王位中心 四周的一切都被冰给冻住了 眼前变成了冰雪的事件 那刺骨的寒气朝住 流星他们所在的城池蔓延了过来 眼看出所有人 包括城池就要被那寒冰所覆盖 啊 安琪发出了一声龙吟 他大嘴一张 一道灼热的火焰喷射而出 太阳真火 这是带火焰领域的太阳真火 直接将蔓延过来的寒气给蒸发了 眼前冒起了滚滚的白烟 坑坑坑 金属碰撞的声音再次传来 外面的战斗还在继续 安琪翅膀猛地一扇 一道狂风席卷而出 将眼前的烟雾吹散了 这 眼前的景象让众人惊掉了下巴 无数的士神蚁王的分身 被寒冰给冻住了 变成了一座座栩栩如生的冰雕 士神蚁王和冰冻之王的战斗还在继续 他们的身体处碰到冰雕 直接将冰雕给撞碎了 眼看住士神蚁王和冰冻之王斗的旗鼓相当 流星知道自己再不出手 他们俩就要没完了 悟空 上吧 悟空荡集 手持金箍棒加入了战局 冰冻之王本来和士神蚁王打得有来有回 随着悟空的加入 战局出现了一面倒 冰冻之王被打得节节败退 卑恋 你们居然两个打一个 冰冻之王无比的生气 他猛的一抚头将士神蚁王给逼退 转身就要逃 他现在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逃离这里 回去找旧兵 到时候他要让流星他们看一看 什么才叫做真正的一朵打扫 别让他逃了 流星话音刚落 玄武冰龟的眼睛就泛起了红光 原本要逃离的冰冻之王 他改变了方向 手持长斧 朝着玄武冰龟的方向冲了过来 小乖乖右手一点 一道奇异光线射出 催眠术 冰冻之王被催眠术催眠了 他停了下来 安琪 地狱三头犬 他们立刻展开了攻击 太阳真火 地火 炎罗神火 三道火焰同时喷尸而出 催眠术只能控制冰冻之王几秒钟 不错 这也够了 冰冻之王醒了过来 望住三道扑面而来的火焰 他仓皇地举起手中的长斧 进行格挡 哄 在那么一瞬间 火焰直接将冰冻之王给吞噬 很快 火焰就将它给融化了 哼 一柄巨大的长斧落在了地上 流星朝着地上看去 他发现冰冻之王化作了一汤水 地上剩下一颗金银剔透的魔兽金盒 外加一柄冰斧头 那是什么材质的 居然这么坚固 没有被火焰融化 悟空将那柄冰斧头捡了回来 流星并没有去接 而是对着蓝天道 蓝天 你好好努力 以后这个就给你了 谢谢 至于那冰冻之王的魔兽金盒 流星直接赏给了玄武冰龟 它是冰属性的御兽 吞噬冰冻之王的魔兽金盒 对它的修炼有帮助 吞下冰冻之王的魔兽金盒之后 玄武冰龟被流星收回了御兽空间 他要去慢慢地炼化了 呼 一阵微风吹过 带来带来些许良意 看住城墙外那可怕的深坑 众人知道 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极为恐怖的战斗 流星击败冰冻之王的消息 很快就传到了骷髅大法师的耳边 哼 他气得从位置上站了起来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那里的人类真的有这么强大吗 骷髅大法师一脸都不敢置信 就在他疑惑之际 王 不好了 拉西亚被人类重伤了 什么 拉西亚是吸血鬼女王 她的恢复能力是数一数二的 能够将她重创 敌人该多么地强大 白骨女王阿贝拉抿了名嘴 他缓缓开口道 原本我们的大军势如破竹 眼看住就要将那些该死的砸碎全部消灭 结果突然出现了两个家伙 是狼人和圣骑士 拉西亚以一敌二 结果不敌对手 被他们重创了 狼人 圣骑士 骷髅大法师听到这个 他感觉一阵头疼 什么情况 狼人居然和人类站在了一个阵营 对我们发动了攻击 骷髅大法师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在他的潜意识里面 圣骑士无比的高傲 他们目空一切 无论是狼人还是吸血鬼 在他们眼中都是下水道的老鼠 见到之后 都是要立即处死的 结果没有想到 这如同死敌一般的双方 居然联手了 七张对战骷髅大法师 七张对战骷髅大法师 不仅拉西亚这边受挫了 其他的部队也出现了问题 骷髅大法师的眉头紧锁了起来 怎么会这样 本来一切都是那么的顺利 骷髅大法师以为自己征服世界 就在这几日 结果没有想到 居然遭受到这么大的阻碍 这些该死的人类 恶心的臭虫 还是这么令人讨厌 他的眼中寒光一闪 看向了其他机王 既然这样 那就跟我走吧 我亲自去一趟 流星团这边 流星坐在办公室内 严国立一脸欣喜地解说住 这些日子以来的战绩 不仅他们流星团取得了好成绩 其他国家同样如此 听住严国立的演讲 流星的表情有些难看 他得到的消息只有一个 那就是 那些家伙 只是击伤的对手 而不是击杀 什么叫做击伤 意味着那些家伙 有可能会卷土重来 到时候 他们的力量会更加强大的 所以 眼前的胜利 不是真正的胜利 就好像有人 在游戏之中玩题目一样 一看伤害 五六万 一看战绩0-5 没有击杀 全是靠蘑菇打的假伤害 这玩意有个屁用 团长 您似乎有点不高兴 嗯 流星点了点头 等住吧 不会一直都是好消息的 流星话刚刚说完 蓝天就走了进来 他表情凝重 开口道 骷髅大法师出手了 西方的那些个家伙 全部去陷上地了 那家伙太强了 听逃走的人说 那家伙击招就灭了对手 这样吗 流星对那个家伙的实力 越发好奇起来 不知道是他强 还是小风强 小风就是风之女神 已经凝结神河的风之女神 应该已经是 这世间的最强者了吧 接下来几天 那些战败的消息 如同雪花般飘来 其他国家的人 被骷髅大法师的军队 打得节节败退 听出这消息 流星的表情越发凝重 他们的顶流都死亡了 快轮到我们了 流星话音刚落 外面就传来一阵密集的脚步声 况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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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厚重的铠甲军 整齐华裔的行军方正 呜 一声鸣笛响起 无数身穿黑色铠甲的亡灵大军 朝着流星他们的城墙攻了过来 为了应对这一天 流星他们早就做好准备了 嗖嗖嗖 无数的炮弹 在这一时刻发射而出 轰轰轰 炮弹落在亡灵大军群里面 顿时发生了大爆炸 亡灵大军成片成片地倒了下去 不过他们数量庞大 前面的倒下 后面的继续补伤 没多久 他们就攻到了墙下 前面的亡灵大军 用肉体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斜面破 后面的亡灵踏住前面亡灵的尸体 朝着城墙冲去 杀 白风嘶吼一声 带领他的手下 发起了冲锋 蓝天同样如此 数十只雷龙破空而出 是流星团的雷龙战队 轰炮 轰炮 雷电从空中劈了下来 轰击在了这些个亡灵大军的身上 这一场战争 流星没有参加 他带着几个老头 骑着各自的御兽 朝着亡灵大军的中军杖飞了过去 流星见到了 那坐在骷髅椅上的骷髅大法师 你就是那一个杀了我爱宠 和一名大将的家伙 骷髅大法师冷冷地看向了文轩 此时他的手里面 拿住一个红酒杯 里面妖艳的红酒 随着他手的摇动 轻轻摇晃住 没错 是我 骷髅大法师猛地一指天空 嗖嗖嗖 无数道法阵在天空之中凝聚 最后变成了一颗颗带住火焰的陨石 朝着流星砸了下来 流星雨 嗖 一道身影朝着那陨石飞去 手中的棍子快速挥舞 碰 碰 碰 一声声清脆的金属机打声 悟空将所有的陨石都给打飞了 有点东西 就是不知道 这个你定不定得住 骷髅大法师站了起来 手中的法杖猛地往地面一敲 顿时数百道法阵凝聚在天空 轰咖 一道水桶促的雷电 仿佛要贯穿这个世界一般 以雷霆的威力从空中劈了下来 轰 落在了流星的身上 包括流星胯下的安琪 顿时天地尖闪过一道耀眼的白光 流星 刘团长 完了 完了 流星这一次是死定了呀 就在众人替流星担心之际 硝烟散去 流星露了出来 他像是末世人一样 脸上挂住淡淡的微笑 靠 流星 你差点吓死我了 炎帝忍不住开口道 就是 就是 也不知道打个招呼 欺骗人家眼泪 水军抹了一下有些湿润的眼眶 流星闻言 他微微一笑 开口道 那边有几个家伙 要麻烦你们了 这个家伙让我来 嗨 什么麻烦不麻烦 真是太见外了 就是 就是 你就瞧好吧 说住水军和炎帝他们朝着其他继王飞了过去 流星的跟前 就剩下三个家伙 骷髅大法师 吸血鬼女王 白骨女王 小乖乖身体突然发生变化 他化身成了十二亿天使 朝着吸血鬼女王飞了过去 双方开始战斗起来 世神一王手持长枪 直取白骨女王 流星带着剩下的御兽 面对跟前的骷髅大法师 骷髅大法师眼中满是好奇 你明明被雷电命中了 为什么漠视 我吗 你的雷电威力太小了 小金 救 小金飞到了高空 他开始盘旋起来 天上的乌云快速翻滚 无数的雷电闪烁期间 轰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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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番酝酿之后 这里变成了雷电的海洋 无数道雷电从空中落下 这些雷电如同长了眼睛一般 朝着敌人劈去 雷神之怒 一瞬间 那些实力弱小的亡灵士兵 被劈成了飞灰 原本还在辛苦作战的人们 纷纷停了下来 好手段 骷髅大法师将周身的防护 照给去除 刚刚他使用这个 抵抗住了雷电龙英王的雷神之怒 啪 他打了一个响指 地上顿时出现十个黑洞 一头又一头的亡灵士兵 从黑洞里面钻了出来 我们上 拖住这些亡灵大军 给流星争取事件 凤凰带住凤凰拥兵团 加入了战局 八张饕铁显威 八张 饕铁显威 凤凰他们那边战斗住 流星这边也在战斗 你还有什么招式 尽管使出来吧 骷髅大法师看向了流星 流星见状 他知道 如果不出绝招 是绝对奈何不了眼前的 这一个家伙的 小风 看你的了 流星话音刚落 一个身穿黄色长裙 戴住面纱的女子出现了 她一世独立 飘飘欲仙 如同九天仙女下凡尘 出现在了流星的身边 风之女神 右手虚空一点 顿时一小颗风之星 朝着骷髅大法师飘了过去 搜 那风之星突然张开 变成了一条绳索 将骷髅大法师给束缚住了 骷髅大法师开始挣扎起来 别费劲了 这是本源之风 你能够挣脱 那真是见鬼了 是吗 骷髅大法师突然眼冒红光 那束缚住骷髅大法师的 风之锁链 被一股子黑气所营绕 眨眼间就被腐蚀殆尽 你 你不是超凡王者九尖 你也踏出了那一步 不对 是半步 小风见状 他显得有些惊讶 没想到眼前这个家伙 也凝结出了半颗神盒 哈哈 我就是亡灵之神 他笑了 笑得很猖狂 整个天空伴随住他的笑容 开始黑云滚滚 电闪雷鸣起来 骷髅大法师他也有些震惊 忍不住对着小风开口道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并不是人类吧 你为什么要帮助他们 骷髅大法师看了一眼小风 结果发现 小风此时正含情默默地 看向流星 是他 想不到你居然和人类产生了感情 骷髅大法师感觉不可思议 人类有什么好 他们贪婪 自私 爱说谎 对于这个世界来说 他们就是臭虫 是病毒 你睁开眼睛看看吧 看看这个世界 这还是世界本来的样子吗 还是让我毁了他吧 骷髅大法师打算毁灭这个世界 以这个世界的愿力 凝聚他的另一半神盒 风之女神闻言 他陷入了迷茫 在人类的破坏下 这个世界确实和之前大相径庭 整个世界充斥各种各样的污染 而且还有战争之类的事情 时有发生 不过他很快就坚定了神色 他和流星相处很久了 也看到了很多 虽然我不知道 过去是怎么造成的 但是我明白 未来会怎么样 哦 未来会怎么样 骷髅大法师记续导 还能怎么样 我感觉这个世界末旧了 最终会毁灭在这些人类的手中 与其如此 不如让我亲手毁了他吧 反正早毁灭 晚毁灭 都是一样的 不 你错了 我觉得这个世界不会毁灭 而且不仅不会毁灭 在他的努力下 还会变得越来越好 不对 是他们 小枫看了一眼 又将目光移到了战场 此刻流星团和其他的佣兵团 他们正在努力战斗住 他们用事实行动告诉小枫 什么叫做友情 什么叫做亲情 什么叫做爱情 既然这样 那你就跟他们一起去死吧 所有阻碍我的人都得死 纪灭 骷髅大法师大喝一声 右手虚空一点 一道腐朽的气息传来 可怕的光线击射而出 朝着风之女神射了过来 风神国 风之女神使用神之力 凝聚了一道龙卷风 什么 你疯了 你居然动用了神国之力 骷髅大法师瞪大了眼睛 那道极为恐怖的龙卷风 朝着骷髅大法师席卷去 哄 龙卷风和际灭碰撞在了一起 顿时发生了大爆炸 小风和骷髅大法师都倒飞了出去 这一场战斗 双方两败俱伤 骷髅大法师全身的骨头都碎了 只剩下一个头颅 想不到 你为了他 居然做到了这一步 你难道不知道 在这里 是不允许使用神之力的吗 破 风之女神吐出了一口鲜血 他笑了 开口道 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的 哎 疯子 真是一个疯子 你好不容易才成神啊 何必呢 骷髅大法师有点不甘心 他也是好不容易才踏足神境 还没有怎么感受神境的力量 就这么被风之女神给击败了 不甘心 我好不甘心啊 死 我要你们死 我要你们全部给我陪葬 骷髅大法师变得疯狂了起来 瞬间数百道传送法 正凭空出现 他耗尽了自己最后的力量 打开了地狱大门 呼 一阵风吹过 骷髅大法师的头颅消散了 但是 那些法阵却并没有消失 无数的冤魂 恶鬼 从地狱大门里面走了出来 眼看住 从地狱大门里面走出来的冤魂 恶鬼越来越多 小风准备再次行动 奈何他受到了反噬 神力已经消散了 想要起来 根本就做不到 看住那一扇 阴森恐怖的地狱大门 刘心对着风之女神开口道 小风 你休息一下吧 让我来吧 刘心将小风交给了安琪 他则是骑上了雷电龙英王 飞向了那一扇巨大的地狱大门 战场上 凤凰他们还在苦苦支撑住 不行了 不行了 江燕手底下所有的御兽都挂踩了 战斗持续好久了 他感觉自己快要支撑不下去了 不行 不能轻言放弃 我们再坚持一下 严国力满手都是血 他刚刚给自己的御兽包扎 两人的身前 蓝天和白风还在坚持住 四人互相对视了一眼 露出了一谋笑容 如果有来生 我还愿意和你们做兄弟 蓝天笑住开口道 我也是 白风道 嗯嗯 我也是 俺也一样 看住正在立死亡Flag的四人 苏胖感觉一阵无语 喂 你们要不要这么绝望 刘心不是还没出手 小悠刚刚把帽子给摘了 还没爽够呢 我才不想死 听到苏胖的话 众人顿时振作了起来 他们骑刷刷地看向了远方 此时刘心骑驻雷电龙英王 飞到了高空 出来吧 滔天 刘心直接将自己的最后一只玉兽 滔天给是放了出来 这些天 滔天被刘心关在一个真空的房间里面 他憋屈坏了 吃 我要吃 滔天是一种吃不饱的怪物 再加上刘心这些天的禁锢 让他陷入了癫狂 他现在就像是饿了鸡天没吃饭的人 现在满脑子都是吃的 滔天被刘心是放了出来 他化作了一头巨兽 开始吞噬起来 嗯 好吃 真好吃 我还要 滔天猛地一吸 四周的魔物 全部朝着他的身体飘了过去 他张开血盆大口 直接一口吞了 九张灵须 九张 灵须 滔天开始在战场上奔跑了起来 所过之处 所有的生灵都被他所吞噬 严国力见状 他当即对驻众人下令道 停止战斗 全军后撤 随着严国力的一声令下 众人开始聚集 缓慢地向着城池的方向退撤 滔天的肚子如同无底洞 不管吃了多少 他还是不觉得满足 随着他的吞噬 他的体型越变越大 没多久 他就变成了一头 如同山岳一般的巨兽 就在这时 一头巨大白骨骷髅 从地狱大门里面钻了出来 是灵须 众人见到那一头巨大的怪物 忍不住惊呼出声 我一直以为灵须只存在于传说之中 没想到居然真的有 灵须是一种灵魂体 它是怨念的化身 看中他正在吞噬鬼怪的饕餐 灵须嘴角轻轻勾起 他右手虚空一点 顿时一颗巨大的黑色柱子 朝着饕餐飞了过去 将饕餐给困住了 流星这个骑在雷电龙鹰王的背上 那 那是灭天珠 流星没有想到 这样一个宝物 居然在灵须的手里面 随着饕餐被困住 灵须从地狱里面爬了出来 随着它出来的 还有一种可怕的鬼怪 这些鬼怪 有的鱼头人身 有的鬼面人身 还有佛面鬼身 这 流星发现 眼前的这些生物有些奇怪 它们的身上 有着佛和道的痕迹 又像佛 又像道 管它是佛还是道 反正都是邪佛和邪道 当桌 一个家伙脚踩飞剑 它身穿道袍 俨然一副道家模样 去 它召唤出了一只八卦熊猫 朝着那恶佛 鬼道冲杀了过去 恶佛见状 它嘴角轻轻勾起 嗖 四道锁链 朝着八卦熊猫刺了过来 那锁链的顶端 有着锋利的尖刺 可以将一切给戳穿 八卦熊猫见状 它快速举起手中的八卦棍 开始挥舞起来 啃啃啃 八卦棍和锁链碰撞 发出了金属的碰撞声 一时之间火星四溅 好强 道袍男子见状 它一脸的震惊 鬼道更是露出猙獰的笑容 它手中的浮尘 朝着八卦熊猫挥打了过来 八卦熊猫见状 它急忙举起手中的八卦棍 进行格挡 结果八卦棍 被那浮尘给缠绕住了 这是恶佛的锁链撕了过来 八卦熊猫没办法 只能弃了八卦棍 夺路而逃 不过恶佛和鬼道 并没有要放过它的意思 朝着它冲杀了过来 眼看住它们 就要追上八卦熊猫之时 哄 三道能量冲击波轰击而出 直接将恶魔和鬼道 轰成了积粉 出手的是地狱三头犬 灵虚见到了地狱三头犬 居然攻击它们 它顿时怒了 一个看守大门的 不好好看守 居然敢主动攻击它们 它伸出了锋利的爪子 朝着地狱三头犬抓了过来 So 眼看住灵虚那巨大的手掌 就要抓过来的时候 一坨冰块 命中了灵虚的右手 咔嚓擦 那冰块命中之后 开始快速地蔓延 最后朝着灵虚的身上 冰冻而去 灵虚见状 它有些慌了 急忙伸出左手 将右手给切了 地狱三头犬见状 它朝着灵虚的右手 跳跃过去 一口就将它的右手给吞了 好 灵虚发出了一声愤怒的咆哮 它张开了大嘴 无数的黑气 朝着它的口中凝聚 哄 灵虚喷吐出了一道 极为可怕的灵气冲击波 如同激光一样 直接将地面 轰出了一条长长的沟壑 地狱三头犬 躲开了灵虚的攻击 同时嘴巴张开 三道幽蓝色的火焰 喷射而出 炎罗神火 炎罗神火命中了灵虚 瞬间就将灵虚给点燃了 好 灵虚再次发出一声咆哮 随后猛的一朵地面 它身上的燃烧住的炎罗神火 居然脱离了 脱皮 流星没有想到 灵虚居然还有这样的手段 可以将自己的表皮给退去 这样 覆盖在表皮上的炎罗神火 也同时脱落了 这个家伙 有点难对付啊 流星的其他御兽 开始加入了战局 雷电龙鹰王雷批 玄武兵归冰冻 安琪使用太阳真火 进行焚烧 地狱三头犬 使用炎罗神火 在四只御兽的连续攻击之下 灵虚的身体 被打得一阵摇晃 不过这个家伙的恢复力时 再是太降了 经常出来了 身上被攻击地方 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住 似乎只要背靠地狱大门 他就如同身处生命泉水 有着无穷无尽的生命 地狱三头犬健壮 他看了一眼灵虚 直接朝着滔铁的所在进发 他的速度很快 直接来到了那灭尸珠的跟前 地狱三头犬 一口就将灭尸珠给吞了 失去了灭尸珠 那困住滔铁的结界消失了 好 滔铁无比的愤怒 他最讨厌的 就是自己在进食的时候 被人打扰 尤其是这个家伙 刚刚居然困住自己 不然自己去进食 滔铁直接朝着灵虚飞扑了过来 灵虚见状 右手掌朝着滔铁拍了过去 他企图直接一巴掌 将滔铁给拍飞 结果手掌刚刚接触到滔铁 就被滔铁一口给咬住了 灵虚开始挣扎起来 他拼命地抖动住右手 结果发现 滔铁如同小狗一般 死死地咬在了他的右手之上 甩都甩不掉 而且 他还发现一个更加可怕的事情 那就是 滔铁通过他的右手 开始吞噬他的身体 灵虚是灵魂体状态 他体内的魂力 如同流水一样 被滔铁瞬吸住 眼看住自己的魂力 正在以一种极为可怕的速度流逝住 灵虚慌了 他打算顾忌重施 断臂求生 就在他左手准备 伸向右手的时候 Soul 一团寒冰飞了过来 命中了他的左手 咔嚓嚓 灵虚的左手 开始凝聚寒冰 那寒冰顺着他的手臂 朝着他的身体凝结了过去 好 他开始拼命地挣扎起来 奈何等待他的 只有死亡 眼见自己就要死在这里 灵虚转身 就准备朝着的玉钻去 只要进入地狱 他就有翻盘的机会 结果玄武冰龟的眼中 红光闪烁 赫然是嘲讽技能 灵虚原本转向地狱大门的身体 又转了回来 就这么一转 宣告了他的死刑 流星一众玉兽的攻击 落在了他的身上 直接将他打成了重伤 滔铁猛地一吸 将他给吸进了肚子 随着灵虚的死亡 剩下的恶鬼 就是一群小喽喽 玄武冰龟他们一顿冲杀 将他们杀得丢盔卸甲 好 就在这时 地狱三头犬 发出一声痛苦的嘶吼 他的后背 开始出现两团巨大的肉流 那肉流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便大住 最后居然变成了 一对巨大的翅膀 碰 地狱三头犬 张开了背后的翅膀 他身体腾空而起 朝着的玉大门飞了过去 直接没入到了地狱大门 小黑 流星没有想到 会是这样的情况 地狱三头犬背生双翼 他进入到了地狱之中 一颗黑色的珠子 出现在了他的眉心 那珠子如同黑洞一般 开始吞噬四周的怨气和死气 大量的怨气和死气 如同水流一样 朝着地狱三头犬的头顶的珠子 汇聚而去 也不知道吸收了多久 地狱三头犬 终于吸收完毕 好 他猛地发出一声怒吼 一股子极为可怕的气浪席卷开来 那气浪破坏力十足 如同原子弹爆炸一般 所过之处 所有接触到的东西 全部都被摧毁了 化成了积粉 地狱三头犬 嘴角轻轻勾起 他十分满意自己的战绩 他背后的翅膀猛的一扇 从地狱大门里面窜了出来 流星这边 他一脸担心地看向了地狱大门 正盘算住要不要进去之时 地狱三头犬 就从里面窜了出来 门的那边是地狱 里面充满死气和怨气 活人如果进去 受到死气和怨气的侵染 轻则患病 重则直接隔屁 流星朝着地狱三头犬看去 他发现地狱三头犬气息完全变了 灭视神魔犬 属性 恶 火 毒 性别 等级 神 伪 自制 SSS 进化路线 无 领域 鬼火灭视 黑夜弥天 所学技能 撕裂抓 啃咬 毒牙 暗影突袭 视火 烈焰斩 暗影球 火焰盔甲 腐肉堆积 潜行 毒疗 三重攻击 毒物 玉空飞行 寂灭斩 亡灵召唤 小黑居然也迈出了那一步 不对 准确来说是半步 流星有些好奇 为什么小黑的实力是伟神 这个时候 小风在安琪的搀扶下 来到了流星的身边 那是因为 他还没有完全掌握灭天珠 只要再给他时间 他成就神位 只是时间问题 流星文言 他点了点头 这个时候 小黑还在战场上冲杀住 那些鬼怪 全部化作了小黑的养料 原本流星还想住 要不要将这个地狱大门给毁掉 现在看来 暂时不毁掉 对于他更有好处 他打算利用这一个地狱大门 让小黑成就神位 这个时候 小乖乖和是神尼王那边的战斗结束了 他们击杀了各自的对手 吸血鬼女王和白骨女王 全部付诸 没办法 魔法免疫 这个技能实在是太bug了 在战斗开始的时候 流星就直接让所有的御兽 共享了这个技能 面对魔法免疫 吸血鬼女王和白骨女王的实力 大打折扣 双方开始了消耗战 小乖乖和是神尼王每一招 都能对对手造成伤害 而对方却不一定 所有死的一定是对方 吸血鬼女王一脸不甘地化作了飞灰 而白骨女王一脸爱意地 看向了流星这边 她当然不是看流星 而是看向流星手中的那半颗神盒 那是骷髅大法师留下的 该给谁呢 流星想了想 还是打算将这个交给小黑 来 小黑 将它给吃了 小黑闻言 她张开了嘴巴 直接将骷髅大法师的神盒给吃了 将骷髅大法师的神盒吞下去之后 一道黑色的防护罩出现 直接将小黑给包裹住了 这 不要太担心 她正在感悟神之力 等她从蛋里面破茧而出的时候 她就是一尊魔神了 听到小风的话 流星松了一口气 她看向了小风 忍不住开口问道 小风 你默示吧 小风失去了神之力 她的头发开始变白 渐渐的 皮肤也开始褶皱起来 一旁的露西健壮 她原本被流星安排 去救援别的人 现在小风有难 她自然先一步来拯救 大量的生命之力 汇聚在露西的手中 朝着小风按了过去 没 没用的 除非她晋级神位 成为生命女神 不然 她是无法治愈我的 她现在所做 只能延缓而已 如果她不能晋级神位 等待我的 只有死亡 小风有些不甘心 她看向了流星 眼中满是留念 小风 你先回去我的 玉兽空间休息一下吧 文轩将风之女神 收进了玉兽空间 在玉兽空间里面 文轩就是里面的神 她能够控制里面的一切 进入到玉兽空间的小风 她的时间像是停止了一般 静静地 躺在寒冰床上 流星看向了露西 她开口道 如果要你晋级神位 你有办法吗 晋级神位 成为生命女神吗 露西开口问道 流星闻言 她点了点头 露西略微一沉吟 她开口道 有这可能 不过必须得先找到我们的祖先 祖先 对 生命古术 生命古术 你之前不是说 你们遗失生命古术很久了吗 是啊 说这话的时候 露西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如果不是生命古术消失 我们精灵一族 也不至于没落 要是能够再找到生命古术 我们精灵一族 可以再传辉煌 我晋级神位 也不是不可能 听到露西的话 流星点了点头 好 这件事情之后 我突然去帮你寻找生命古术 流星带着自己的一众玉兽们 开启了屠杀模式 凡是来侵犯的敌人 他没有丝毫的留情 全部都杀掉了 事情过去了一个多月 流星这会坐在城墙之上 他手里端住一杯咖啡 不远处有着一扇巨大的门 门口蹲守住一头可怕的怪物 那是地狱大门 从里面出来的怪物 被滔天一口直接吞了 原本地狱三头犬的工作 现在交给了滔天 问题是 这个家伙还乐此不疲 阎国立着会手拿报告 一脸欣喜地 走到流星的跟前 团长 好事 天大的好事啊 什么好事 这一仗 别国的那些高层 几乎全军覆没 只有日不落帝国 还剩下一些家伙 寄言残喘 从今天起 我们就是这个世界上的最强者了 樱花国主动将厕所烧了 现在打算向我们附庸 附庸 不要 不要 让他们自生自灭去吧 反正他们那么将 号称是太阳的子民 既然这样 那就让他们去寻求太阳的帮助吧 阎国立文言 他知道 樱花国这是完蛋了 这一仗 他们的高层全部死亡 如果之后再发生受潮 等待他们的 只有死亡 对了 我让你帮忙做的事情 你做得怎么样了 还在查找 那生命 古术实在是太难找了 没关系 难找就慢慢找 刘欣并不想给阎国立压力 有时候压力太大 反而会适得其反 小枫现在在预售空间 他的伤势算是控制住了 只要陆西成功地 进击成生命女神 小枫的伤势就有救了 此时日不落帝国 一群身穿黑袍的家伙 来到了一处秘密古堡 他们围绕在一个 巨大的法阵跟前 卫手的男子 将自己的头套 给摘了下来 露出了苍白的头发 他看向了不远处 那里树立住一个十字架 我主 我们现在 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了 如果您真的恋爱我们 就请拍下使者 救救我们吧 我现在向您献上 珍贵的祭品 说话间 一大群女子给压了上来 总共九九八十一个 那些黑袍人 将他们压到了一旁的祭坛 然后掏出锋利的匕首 朝着后背撕了进去 那锋利的匕首 瞬间贯穿了他们的胸膛 他们一脸不甘地倒了下去 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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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整八十一具 女性尸体倒了下去 他们的眼睛瞪得老大 很显然是死不瞑目 鲜血顺住伤口流了出来 很快就流到了法阵之中 我主 这些女子全部都是厨子之身 而且是阳时阳日 阳月阳年出生的 我现在将他们献祭给您 随着女子鲜血的注入 法阵瞬间启动 一个巨大的召唤门 凭空出现 不多时 一个被生双翼的男子 从里面走了出来 他丝毫不挂 将他那完美的身材 完全都给展现了出来 这里就是人间界吗 鸟人看了一眼在场的众人 他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不知道是觉得这些家伙的身上臭 还是觉得空气之中的血腥味浓 鸟人的脸上满是嫌弃的味道 随着第一只鸟人的出现 后面陆陆续续出现了许多的鸟人 这些鸟人从召唤门里面出来 他们直接以上位者的姿态 接管了日不落帝国的政权 这里发生的事情自然传到了刘欣的耳中 阎国立志会脸色有点难看 本以为可以轻松将日不落帝国拿下 没想到居然出了这么一个幽蛾子 就在这时 白风急急忙忙地走了进来 团长 外面有一个老头求见 他说他是您最忠诚的走狗 听到白风的话 刘欣开口道 让他进来吧 不多时 血族老祖从外面走了进来 他脸色惨白 我主 血族老祖见到刘欣 他直接单膝跪地 对着刘欣行了一礼 起来吧 说吧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原本刘欣是打算让血族老祖 去接管日不落帝国的 我主 我本来按照您的计划 打算去掌控那些高层 可是随之 如果出现了一群天使 他们拥有光明魔法 那玩意 是我们吸血鬼一族的克星 我带住手下和他们对战 结果还没打几分钟 我的手下就全部被消灭了 我拼死使用血豹盾术 这才得以逃脱 嗯 流星闻言 他点了点头 他确实在血族老祖的伤口 触感应到了光明的能量 鸟人吗 想到这里 流星直接将小乖乖给召唤了出来 再陷到小乖乖的一刹那 血族老祖吓了一跳 十 十二一天使 而还是治天使 天使一共分位上中下三个品级 其中上等级有三位 分别是 治天使 治天使 做天使 而流星的小乖乖手持法杖 他是治天使 为什么治天使会在这里 血族老祖下意识地看向了流星 他惊恐地发现治天使 居然对流星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 要知道 天使是最为高傲的生物 他们目空一切 血族老祖 还是头一次陷到 如此彬彬有礼的天使 而且还是一位治天使 不对 不是他平易近人 准确来说 他只对主人平易近人 血族老祖发现了这一事实 小乖乖之后冷冷地看了血族老祖一眼 仅仅这一眼 血族老祖就感觉到了一股子凉意 他感觉如芒在背 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生怕小乖乖突然对他出手 血族老祖的智慧的实力还行 来到了超凡王者七阶 可是面对超凡王者九阶巅峰的小乖乖 他丝毫不敢生气反抗之意 好了 说说吧 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 血族老祖咽了咽口水 他开始讲述起来 听完血族老祖的话 流星眉头紧锁 这些鸟人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为什么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如果他们之前就存在的话 为什么面对亡灵大军进攻的时候 他们没有出现 对于这些疑问 流星没有答案 不过他并不想去深究 管他是天使还是鸟人 只要不来招惹他 流星就随他们去了 流星还是低估了鸟人的野心 他们掌控了日不落帝国之后 将手伸向了四周 这一路的扩张 他们并没有遇到什么抵抗 所有的国家基本都是望风而降 他们也因此渐渐变得膨胀起来 这回鸟人的会议室内 一个赤天使正在看守中的报告 东方巨龙 一头已经雄飞的巨龙 难道他们不知道 我们天使是巨龙的克星吗 赤天使说这话的时候 眼中闪过一抹寒光 流星在流星团静静等候生命鼓术的消息 可是他并没有等来生命鼓术的消息 反而是天使他们率先上门了 一群身穿银色铠甲的天使 手持长矛来到了流星团的伤口 你们去叫流星出来打话 卫手的天使一副十分高傲的样子 他的背后有住四对翅膀 是八亿天使 他用住看蝼蚁一般的眼神 看向了流星团的成员 来之前 他已经跟自己的老大打下包票 一定要让流星服服贴贴地俯首称臣 流星得知了消息 他眼睛微眯 对着小乖乖道 既然那些是你的族人 那他们的死活就交给你了 小乖乖闻言 他点了点头 朝着外面飞了出去 八亿天使等人见到小乖乖飞了出来 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 小乖乖直接将自己十二亿天使的威慑力 给是放了出来 天使种族戒备森严 低种族的天使无法抵抗高种族的天使的威压 仅仅一个瞬间 所有的天使独下一时地朝着地面落去 他们趴在地上 看住地上的天使们 小乖乖冷冷地开口道 臣服 或者死 八亿天使等人闻言 他们抿了名嘴 陷入了犹豫 小乖乖见状 手中法杖轻轻一挥 SOUL 一道灵力的精神利刃破空而出 瞬间就击杀了一头低等级的天使 见到自己的一个同伴被杀死 剩下的天使瞬间怂了 尤其是那一位八亿天使 他立马向着小乖乖表示自己的忠诚 小乖乖也不客气 直接给他打上了自己的精神烙印 至此 小乖乖收编了这一对天使 小乖乖收服天使的消息 很快就传到了赤天使的耳中 赤天使吗 赤天使没有想到 流星的阵营里面居然有一个赤天使 他的表情瞬间变得猙獰起来 眼中满是杀意 我管你是不是赤天使 既然你敢跟我作对 那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赤天使立马带着自己刚刚拉拢起来的部队 准备对流星他们发动攻击 可惜 他们还莫来得及发动 另一支队伍的攻击来了 是亡灵大军 在流星的事宜下 饕贴有一时地释放一些亡灵大军 让他们朝住赤天使的领地所在进发 赤天使的部队和亡灵大军发生了冲突 他的部队除了自己带的天使大队 剩下的都是乌合之众 面对亡灵大军只有挨打的份 该死 赤天使知道 这一切都是流星搞的鬼 有道是 秦贼先秦王 想要解决这些亡灵大军 首要目标是先解决流星 于是 他带着自己的手下们 朝着流星团的营地进发 赤天使刚刚到流星团的营地外面 哄 一门魔能炮发射了 紧接着是鼠柏门 砰砰砰 魔能炮落在了天使群之中 将那些实力弱小的天使 全部炸成了鸡粉 翅膀和骨头碎屑朝着地面落去 一时之间下起了血肉雨 该死 赤天使没有想到 流星这个家伙并不按套路来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 能动手就绝对不逼逼 赤天使恶狠狠地等了一眼流星团基地 转身就走 他打算回去搬救兵 到时候直接将流星团给灭了 赤天使刚刚飞出去没多远 就被人拦了下来 是流星 他这个时候 骑在安琪的背上 听说你想要消灭我 然后让我们俯首称臣 很好 你有中 现在给你一个机会 只要你跪下给我当狗 我就饶你一命 你做梦 死了 赤天使话音刚落 一道身影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锋利的爪子朝着他的后背抓了下去 直接在他的后背 抓出了三道深可见顾的伤口 赤天使发出一声痛呼 碰 那家伙那厚重的爪子 猛地拍胆下 命中了赤天使的头 直接将赤天使给击落 赤天使如同一颗陨石 重重地撞向了地面 将地面砸出了一个大坑 他开始在坑里面挣扎起来 可是任由他如何努力 始终无法爬起来 他全身的骨头似乎都散架了 当狗或者死 刘欣再次冷冷地说了一声 你 我们大首领是不会放过你的 你居然敢奴役我们天使一族 锅噪 碰 小黑再次出手 一掌拍打在他的身上 将他给击飞 再连续撞倒好几棵大树之后 赤天使的身体终于停了下来 小黑现在 以精进及神位 超凡王者九届的赤天使 哪里是他的对手 破 一口鲜血从赤天使的口中喷吐而出 他这会处于弥留之际 一脸惊恐地看向了地狱三头犬 神 全是神 这怎么可能 成神的秘密 不是已经封锁多年了 为什么下界 还有能够成神的人 赤天使百思不得其解 不过 你成神又如何 始终还是新神 我告诉你 我的首领可是老牌神 你死定了 包括你们 全部都给给我陪葬 哈哈 赤天使开始笑了起来 笑得特别的猖狂 哄 他的身体突然发生碰撞 最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气球 爆裂开来 爆炸引起的冲击波 将四周的一切都给摧毁了 形成了一个直径三公里的深坑 在爆炸发生的时候 小乖乖使用了神圣之盾 将流星他们都给保护了起来 所以 赤天使的自爆纸 引诈出了一个大坑 然后就没有 然后了 喂 流星看向了阿列里 阿列里是流星之前收服的 那一个八亿天使 此时阿列里看中那一个巨大的深坑 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 他这回在庆幸 庆幸自己识食物 华夏有句古话 识食物者魏俊杰 他识食物 所以活下来了 而赤天使不识食物 所以他没了 阿列里 听说你们那边有一株生命古树 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真的 是真的 阿列里急切地开口道 深怕自己回答过慢 流星一个不高兴 直接将它给宰了 很好 那你知道那东西在哪吗 当然 之前我几乎天天都能够看到 那你就带路吧 我要去把那玩意拿回来 什么 阿列里听到流星的话 他顿时变得慌张起来 我主 那个地方 您可不能去 为什么不能去 因为那里有一个神王 他是所有天使的王 掌控所有天使的生死 神王 流星下意识地看向了身边的小黑 现在小黑已经晋级神位 流星有些好奇 到底是小黑墙 还是那一位墙 他直接对着阿列里开口道 阿列里 前面带路吧 主人 我说前面带路 我不想说第二句话 唉 好吧 阿列里无奈 只能在前面带起了路 他带着流星他们 来到了之前的那个传送门的门口 随后他们越过那一道门 来到了一个满是云的世界 这里就是你们的领地了吗 面对流星的询问 阿列里点了点头 这一路 流星向阿列里询问了许多问题 包括如何成为神王 阿列里对于成为神王的事情 支支甚少 不过他知道一点 那就是 天使一族有一个圣地 每一次老神王快要陨落的时候 新的神王就会前往那个圣地 神王会陨落 流星没有想到 成为神之后 居然还不能与天的同兽 不知道 阿列里忍不住摇了摇头 听别人说是 我们一族晋级神王的办法有缺陷 所以 成为神王是有时间限制 到了时间之后 神力就会消失 等神力消失 老神王就会快速老去 最后消散于这个世界 说话间 阿列里带着流星 来到了一处金碧辉煌的宫殿后 这是一处后花园 阿列里用手指向了不远处 那里 有住一棵巨大的树 那树郁郁葱葱 充满了生机 那就是生命古术了 流星见状 他将露西给召唤了出来 露西 是那个吗 露西闻言 他朝着生命古术看去 在陷到生命古术之后 露西顿时一喜 没错 就是它 好 我们走吧 流星准备带露西前往生命古术 却被阿列里给拦了下来 怎么了 流星可不相信 阿列里敢无地方使 我主 你朝那里看 顺着阿列里手指的方向看去 流星发现 生命古术的顶上 有住一条蛇 是一条双头蛇 那蛇通体有黑 呆在生命古术上 吸收住生命古术室 放出来的生命能量 双头蛇 而且还是超凡王者 九阶的家伙 一旁的露西健壮 他眼睛微眯 那生命古术 是他们一族的圣物 居然被一条蛇这样侮辱 露西当即掏出了一张弓 他弯弓搭剑 弓如满月 搜 两只羽剑破空而出 一黄一蓝 日月神剑 金黄色的日剑 蓝白色的月剑 两只羽剑互相缠绕住 朝着双头蛇击射而出 扑呲 羽剑同时命中了双头蛇的头 啪 双头蛇那庞大的身躯 从树上掉了下来 小黑早就在下面等候多时 他飞扑上去 一顿啃咬 将双头蛇给吃了 这 阿列里被眼前的情况 震撼得咽了咽口水 那被小黑吃掉的双头蛇 可是万蛇之王 他还有另一个名字 那就是蛊惑之王 曾经他骗一男一女 偷吃两颗苹果 让他们做出了羞羞的事情 没想到 就这么死在了这里 小黑解决了双头蛇 露西跟着流星 来到了生命古术下 露西伸出手 将手放在了生命古术的树干之上 母亲 我回来了 所有的生命古术 都是精灵的父母 所有露西才会这么说 生命古术感应到了露西的存在 他射出了一道绿色的光芒 将露西给吸进了身体 流星顿时有些紧张 就在他准备动手的时候 脑海里面传出了露西的声音 主人 母亲并没有想要伤害我的意思 相反的 她说她要给我一场大纪元 听到露西的话 流星点了点头 既然露西在生命古术里面修炼 流星也不想去打扰她 她看向了阿列里 对着阿列里开口道 你们这里 还有没有什么好东西 听到流星的话 阿列里开始快速思考起来 没 没了 阿列里想了一会儿 结结巴巴地开口道 没了 那你带我去圣地看一看 什么 阿列里感觉自己的小心脏 快受不了了 今天神王好像出去玩了 没在宫殿内 不然他和他的卫兵 早就杀过来了 怎么 不能去吗 流星发现 阿列里有点欠揍 这家伙就跟牛一样 打一下才走一步 这一种挤牙膏式的做法 流星有些受不了 可 可以 在阿列里的带领下 流星他们来到了 阿列里口中的圣地 这时圣地大门紧闭 两个八一天使守护住 他们见到阿列里 有些惊讶 阿列里 你不是和王子一切下戒去了吗 你怎么回来了 一个卫兵对着阿列里开口道 忽然 他发现了阿列里身后的流星 顿时变得紧张起来 就在他准备报警的时候 小乖乖出现了 直接使出了血脉威压 两个八一天使 立马跪了下去 是神以王和悟空立马上前 一枪一棒 将两个守卫给打死了 眼见两个昔日好友 死在自己的跟前 阿列里变得更加恐惧起来 完了 完了呀 他知道自己是无法再回头了 只能一条路走到黑了 流星让悟空打开了圣地的大门 众人来到了圣地内 圣地内没有别的东西 只有一个池子 池子周边 镌刻住八条龙 这些龙全部都是张牙舞爪的模样 流星使用系统之眼 朝着池子看去 九龙夺敌池 残缺 使用这个池子 可以夺天地之造化 造就无上根基 由于池子是残缺状态 所以使用的时候 必须耗费九位 超凡王者九阶之人的精气神 来启动大阵 因而此阵法戾气过重 使用此阵法成神 为天地所不容 九之必遭天谴 九龙夺敌池 为什么只有八条龙 流星发现 九龙夺敌池少了一条龙 一条黑龙 难怪系统说它是残缺的 使用这个残缺的九龙夺敌池 需要付出一些代价 怪不得阿列里之前说 每次进入圣地的是 他们的新王核心的九大长老 而且每次出来的只有新王 而九大长老消失不见了 原来是为了使用这一个池子 全部牺牲了 流星看向了阿列里 开口道 阿列里 你们天使一族 是不是有人叛变了 脱离了族群 听到流星的话 阿列里脸上露出了一抹惊讶 主人 您是怎么知道的 这是天使一族的秘星 也是天使一族的耻辱 所以 它成了一种禁忌 所有的天使都不允许在私下里 讨论这么一件事情 如果讨论被发现 可是要抓去杀头的 说说吧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阿列里开始讲述了起来 原来之前有两位强大的天使 他们都想要争夺这 天使神王之位 其中一个天使 在那一场争斗之中落败了 他怀揣住恨意 带住自己的手下 离开了天界 顿入了黑暗之谷 成了堕落天使 堕落天使 流星闻言 他继续开口问道 那你知道 那黑暗之谷在哪吗 他总感觉那丢失的黑龙 和这堕落天使有关 如果能够找到黑龙 或许就可以修复九龙夺敌持 到时候 小乖乖就可以利用 这一个九龙夺敌持 晋级神位 我知道 不过 我不建议主人去 为什么 因为那黑暗大峡谷内 全部都是污秽之气 只要接触这污秽之气 人就会堕落 那些原本圣洁的大天使 在接触到污秽之气之后 他们统统变成了堕落天使 由此可见 这玩意有多么的恐怖 污秽之气吗 流星略微一思考 还是决定前去查探一番 阿列里莫办法 只能硬住头皮 带流星去了 经过小半天的路程 他们来到了一处 深不可见底的峡谷前 那个峡谷一片漆黑 谁也不知道 下面有什么 峡谷内污秽之气萦绕 小黑 流星将小黑召唤了出来 他让小黑去查探 小黑在接触到 那污秽之气之后 不仅没有感到不适 反而觉得十分舒服 就像是人泡牛奶浴一般 那污秽之气 萦绕住小黑的身体 给他做按摩 流星对住阿列里开口道 那你就在这里等住我吧 我去去救回 阿列里是天使 他惧怕污秽之气 流星将他留了下来 他不担心阿列里叛变 小乖乖给阿列里 施加了精神烙印 再加上阿列里 带着流星做的那些事情 他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流星骑住小黑 下到了黑暗峡谷 他发现 黑暗峡谷底下另有乾坤 并不像上面那样 一片漆黑 黑暗峡谷内 有许多能够自行发光的蘑菇 它们数量庞大 将整个峡谷底部照射的透亮 咕噜噜 流星这个时候 正好肚子疼 他找了一块大石头 躲在那里方便 就在这时 一道倩影突然出现了 他背着背楼 背后有住一对黑色的翅膀 在线到流星之后 他好奇地靠了过来 对住流星开口问道 你这是在干什么 就在流星思索住 要怎么回答时 他恍然大悟道 你是来拉屎的吧 小女孩的话让流星满头黑线 好在流星这回结束战斗了 快速地擦完 他就提起了裤子 小女孩现到流星的样子 他微微一愣 流星皮肤白皙 一双眼睛炯炯有神 他还是头一次 现到如此好看的男人 他忍不住对着流星开口道 你叫什么名字 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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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媳妇不要 听到小女孩的话 流星更是疑惑 哎呀 你跟我来吧 他拉住流星 就朝着一个地方走 很快就来到了一处房子的跟前 姐姐 我给你带回来一个好看的男人了 小女孩对着里面喊道 好看的男人 不多时 一个咖啡色皮肤的女子 从房间里面走了出来 她的背后也有一对小翅膀 又一个堕落天使 眼前的女子是一个成熟的女性 该有的 她都有了 在先到流星之后 她小脸一红 居然做出了一副扭捏的模样 她转身回了屋子 不多时 她就拿住一大根木棍 从房子里面冲了出来 做事就要打流星的头 流星见状 她急忙闪躲开了 你干嘛 女子称怒道 我想问你干嘛 你不知道 用那么粗的棍子打人 是会把人给打死吗 一旁的小女孩 陷到流星躲开了 她不由得有些急了 忍不住对着流星开口问道 流星 难道你对我的姐姐不满意吗 什么满意不满意 我们这里的习俗是 如果女人喜欢男人 那么她就可以使用纤面杖 去敲那个家伙的头 只要那个家伙的头 发出了好听的声音 那就证明是好头 也说明那家伙特别聪明 只要女子喜欢 两人就可以结婚了 这 流星没有想到 对方相亲的方式 居然如此的粗暴 不好意思 我对这个不感兴趣 既然已经到这里了 流星打算先 好好地查探一番 啊 小女孩文言 她的脸上闪过一抹失望 对着流星开口道 流星 你是个坏男人 你给我滚 看住喜怒无常的小女孩 流星并不想 跟她有过多的纠缠 她静止离开了 有道是 是金子 在哪都会发光 流星就像是那黑暗之中的照明灯 而且是最亮的那一盏 她的出现掀起了轩然大波 无数的女天使手持仙面杖 朝着她飞扑而来 不过还没靠近流星 就被小黑那可怕的威压给下退了 哄 哄 哄 仿佛有一辆重型坦克出现了一般 整个大的开始有节奏的震战起来 不多时 一个被生小黑衣 身穿粉色长裙的女子出现了 哥哥哥 她见到了流星 居然直接露出了妩媚的笑容 肥婆 一个喜欢穿粉色长裙的肥婆 她手里面拎住一根巨大的狼牙棒 完了 娟娟来了 尼玛 这血腥狂魔怎么来了 靠 这个家伙就是一个变态 死在她手里的男人 没有一万 也有八千了 她力气那么大 手上还拿住巨大的狼牙棒 那狼牙棒有助许多锋利的尖刺 基本是无间不摧 被她的狼牙棒砸一下头 我感觉可以原地吃息了 这才是传说中的开息棒 不管能不能挺过去 都可以开息 粉色长裙的肥婆见到流星 如同饥渴了许久的荡妇 她下意识地舔了一下嘴唇 眼中满是火热 娟娟 娟娟娟 娟娟开始叫了起来 她那一双眼睛变得柔和起来 一脸妩媚地对住流星撒娇道 亲爱的 你愿意成为人家的丈夫吗 娟娟一副十分扭捏的模样 眼睛不停地眨住 那粗长的睫毛 随着她的眨眼开始抖动起来 对不起 我拒绝 为什么 因为我讨厌肥婆 流星的话成功地惹怒到了娟娟 她的表情瞬间变得猙獰起来 如同发怒的母狮子 既然这样 那你就去死吧 破君 她手中的狼牙棒猛地往后一摆 随后挥打而出 轰击在了虚空之上 咔嚓擦 无数的白色蜘蛛纹凭空出现 这 流星脸色一变 她没有想到 娟娟这么猛 居然一狼牙棒 将虚空给打碎了 动 整个空间开始剧烈地震颤起来 四周的房屋 因为承受不住这一股子震颤 纷纷倒了下去 一时之间 哀红遍野 许多人被压在了房屋之下 娟娟看向了流星 本以为流星会被她这一狼牙棒给震死 没想到流星居然毫发无损 此时流星身体周边的金色防护罩 渐渐散去 是小乖乖 她在娟娟出手的那一刻 使用了神圣之盾 将流星给保护住了 这家伙有点强 大家一起出手 流星召唤出了小黑 是神异王 其他人 流星不敢是放出来 生怕这污秽之气 影响到他们 小乖乖这会也在坚持住 全力抵抗住污秽之气的侵蚀 流星见状 急忙将她收进了玉兽空间 要是一不小心 小乖乖堕落成堕落天使 那可就糟了 她可不希望小乖乖 变成眼前的这么一个 又黑又肥的怪物模样 那皮肤白皙 背后有住十二羽翼的治天使 才是流星心目中的白莲花 是神异王和小黑一出现 他们一左一右 朝着娟娟扑杀了过去 死啦 小黑率先出手 她来到了娟娟的身后 锋利的爪子 对住娟娟的后背抓了过去 那爪子入肉 如同三把锋利的小刀 直接将娟娟的后背 抓出了三道深可见骨的伤口 娟娟吃痛 手中的狼牙棒朝着后面挥去 她的狼牙棒落空了 因为小黑早就躲开了 噗哧 是神异王手中的黑龙枪 戳进了娟娟的肚子 大量的毒液通过黑龙枪 关注到了娟娟的体内 娟娟一把抓住是神异王的黑龙枪 她猛的一用力 居然直接将黑龙枪给拔了出来 呼 娟娟张大了嘴巴 四周的污秽之气 瞬间如同海水一般 朝着她的嘴巴涌动而去 娟娟吸了一大口的污秽之气 她身上的伤口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住 是神异王那霸道的毒液 居然直接被逼了出来 这么牛逼的吗 流星没有想到 眼前的娟娟居然如此强大 堕落天使 属性 恶 毒 性别 等级 超凡王者九阶 自制 SSS 进化路线 无 领域 堕落空间 所学技能 超强愈合 堕落之气 隐气治疗 暗影爪 隐盾 恶之咆哮 暗影球 空间震荡 毒龙冲击 小乖乖是至天使 她的属性是精神加妖精 眼前堕落天使 似乎是为了报复天使 他们居然将自己的属性 都给变化了 变成了恶属性加毒属性 这两个属性叠加 正好让她成为天使的克星 娟娟现在的实力 是超凡王者九阶巅峰 她似乎是所有堕落天使的王 她的实力很强 已经摸到了那一条线 只要再给她一些时间 或许她就可以成为一尊魔神王了 可惜 她没有机会了 流星来到了这里 双方切了冲突 流星是不会放任 有威胁自己生命安全的存在 是神乙王和小黑 继续发动攻击 这一次 小黑的攻击附带上了死气 这玩意可以断绝生机 小黑则是在一旁辅助 在双方的联手之下 涓涓一脸不甘地倒了下去 哄 她那庞大的身躯 重重地砸向了地面 大得顿时一阵阵战 咔嚓 死了 小黑来到了圈圈的身边 锋利的爪子朝住绢绢的头抓了进去 猛地一用力 直接将绢绢头里面的魔兽金盒给挖了出来 流星朝着那一颗魔兽金盒看去 她发现 那魔兽金盒 隐隐有了神盒的迹象 里面居然蕴含住一丝神之力 是神乙王 你将它给吃了吧 小黑这个时候 已经进及了神级 它不再需要神盒 唯一要做的 就是努力锻炼 早日掌握神之力 小黑现在还无法 完全发挥神之力的威力 不然 它刚刚早就可以一招将娟娟给秒杀 世神乙王吞噬下了娟娟的魔兽金盒 流星直接让它领悟空间震荡 世神乙王 属性 虫 金属 性别 等级 超凡王者九阶 自治 SSS 进化路线 无 奥义 千刀万寡 高级 领域 金光闪烁 所学技能 力大无穷 高级 觉察 暴石 视火 影盾 灌龙枪 腐蚀 幻影机 深渊剧毒 风之祝福 分解者 前行 背水一战 杀之力 邪恶攻击 恶魔的诅咒 灵魂汲取 血脉控制 血气转化 分身炸弹 鬼魅部 酸腐之毒 空间震荡 来吧 世神乙王 是一世你新学的技能 世神乙王文言 他手中的黑龙枪猛地 往虚空一砸 咔嚓嚓 虚空居然被世神乙王 砸得碎裂开来 从他砸的地方位中心 如同蜘蛛网一样 朝着四周扩散开来 仅仅这一杂 世神乙王 似乎有所感悟 他将黑龙枪往地面上一插 开始闭眼感悟起来 流星见状 他知道是神乙王 开启了顿武模式 他并没有去打扰 而是带着小黑 在一旁默默守候住 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世神乙王突然睁开了眼睛 叮 恭喜宿主 您的世神乙王 领悟了空间领域 空间领域 流星听到之后 他感到有些吃惊 想不到是神乙王也迈出了那一步 流星十分满意地点了点头 他冷冷地看向了 跟住娟娟一起来的那些家伙 带我去娟娟的住的地方 那些家伙见到娟娟被流星干掉 他们一个个如同惊弓之鸟 全部蜷缩住身体 一副未手未脚的模样 就在这时 一个家伙比较胆大的家伙 从人群之中走了出来 你不要为难他们 你想要去的话 我带你去 好 在大人的带领下 流星来到了娟娟居住的地方 是一个巨大的寝宫 说吧 娟娟的财宝在哪里 这一路走来 流星碰到了一些抵抗 不过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任何的抵抗都显得那样的苍白无力 在 在那边 女子对着流星开口道 她的声音颤抖住 脸上写满了恐惧 流星朝着女子手指的方向看去 她发现娟娟这个家伙 居然将财宝 直接放在了自己的座位旁 她难道不怕别人偷吗 不怕 因为默人敢偷 嗯 之前有一个家伙 她才迷心窍 仅仅只是 拿了娟娟老大的一枚金币 结果就被娟娟老大发现了 娟娟老大当住众人的面 使用狼牙棒 将她打成了肉酱 让手下的人做成丸子喂狗了 又一个喂狗狂魔 流星认识上一个喂狗狂魔 使用的是绞肉机 这个家伙更加简单粗暴 居然使用狼牙棒 她带住是神以王 他们走到了娟娟的位置 流星也不客气 直接将所有的财宝收了 最终她发现了那一条缺失的黑龙 那是一条犹豫构成的黑龙 流星也直接将她给收了 随后她就准备离开这个地方 你要走了吗 女子忍不住对着流星开口道 嗯 流星点了点头 那您能带我走吗 我是娟娟的女儿 我叫沙莉 我天赋很降的 我肯定也能够变得像我母亲那样强 放心 我对您是绝对的忠心 不会做出对不起您的事情 话音刚落 沙莉就引发了血气 那是奴仆契约 流星之前和菲林 就是签订了这个 所以她认识 流星看了一眼沙莉 她发现沙莉资质不错 实力也还行 达到了超凡王者八阶 果然是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的儿子会打动 行 有血气在 流星完全不担心沙莉会造反 再加上沙莉的实力确实不错 说住她直接和沙莉缔结了血气 缔结完血气之后 流星带着沙莉静直 离开了这里 一路上沙莉显得特别的兴奋 她出生在堕落深渊 向往住外面的世界 为此她常常仰望星空 可惜啊 她的母亲并不允许 堕落深渊的人 从堕落深渊里面离开 所有人都活在了 她母亲的残暴统治之下 她没有跟流星说完全 那个偷金币的人 其实是她的姐姐 是她的双胞胎姐姐 两人的感情特别好 当初姐姐也只是好奇 拿了一枚来看 结果就被误会了 娟娟二话没说 一狼牙棒就打了过来 直接将她姐姐的头给打爆了 那时候 沙莉正好站在姐姐的身边 那鲜血混合住脑浆 建设的她满脸的都是 哼 她恨她的母亲 她的母亲毫无仁慈之心 别人稍微不顺她的心意 她就一狼牙棒打过去 她的亲生父亲 也是死在娟娟的手中 不过不是狼牙棒打死 而是被娟娟那可怕的体重给压死的 流星带着沙莉 离开了堕落深渊 来到了天使的地界 沙莉的出现让阿列里紧张了起来 堕 堕落天使 再陷到沙莉的依沙娜 阿列里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阿列里 前面带路 我们去圣地 在阿列里的引路下 流星他们再次来到了圣地 他将黑龙之欲 重新镶嵌在了九龙夺笛池之上 顿时九龙夺笛池 幻化出了耀眼的光芒 去吧 小乖乖 流星将小乖乖给召唤了出来 小乖乖朝着九龙夺笛池走进去 九龙夺笛池虽然被修复 但是上面还残留住许多的怨气 那是之前那些天使们日积月泪流下的 这些怨气都是罪恶毒的怨念 他们咆哮住 朝着小乖乖飞扑了过去 一道身影出现在了小乖乖的面前 将这些罪恶毒的怨念给格挡了下来 是沙利 流星没有想到 沙利刚刚加入他的阵营 就有这样的觉悟 怨念入侵到了沙利的体内 沙利这会站在了九龙夺笛池的左边 小乖乖站在右边 双方形成了明显的对比 小乖乖代表光明 浑身上下充满圣洁 沙利代表黑暗 浑身上下满是邪恶 一阴一阳 代表着这世界的两面 双方都开始吸收九龙夺笛池内的能量 光明的能量被小乖乖吸收 黑暗的能量则进入到了沙利的体内 很快 两颗蛋出现在了流星的面前 一颗是黑蛋 一个是白蛋 看住眼前的蛋 流星忽然想起了两兄弟 他们也是一黑一白 一个狡诈恶毒 一个乐观开朗 就在沙利和小乖乖 吸收九龙夺笛池内的能量之时 碰 圣地的门被人重重地给踢开了 一个身穿白色 上面有着金丝边的男子走了进来 他一脸的怒意 冷冷地对住阿列里开口道 阿列里 早就听别人说 你最近鬼鬼祟祟的样子 他们说你可能投敌了 起初我是不相信的 没想到是真的 说吧 人家到底给你开出什么样的价格 你居然会动心 阿列里闻言 他露出了一抹苦笑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天使神王 难道让他跟天使神王说 您叫我赴天下人 修叫天下人赴我 人不畏几天猪的面 为了活下去 他不得不这样做 在阿列里的心中 他已经将刘欣当做了父亲一样的存在 要不是他害怕刘欣嫌弃他 他早就拜刘欣为一父了 天使神王见到自己的九龙夺敌持 被人用了 他的脸上闪过一抹慌乱 他知道自己要行动了 不然一会九龙夺敌持的能量被吸干 他就死定了 天使神王举起了手中的法杖 猛地一挥舞 一道灵力的精神利刃破空而出 So 一道巨大黑影出现在了刘欣的跟前 将那一道精神利刃给格挡了下来 小黑将天使神王的精神利刃给格挡了下来 So 他消失在了原地 等再次出现的时候 是在天使神王的背后 小黑那锋利的爪子 朝着天使神王的后背 恶狠狠地抓了过去 天使神王手中的权杖猛地一敲地面 一道金色的防护 照将他给笼罩了起来 小黑的爪子 抓在了那防护罩之上 双方开始了战斗起来 光明审判 三重攻击 光明之剑 暗影球 小黑和天使神王开始了技能对轰 双方的技能不停地发生碰撞 随后发生大爆炸 那可怕的气浪一阵接着一阵朝着四周席卷开来 哄 神殿再也承受不住这一股子可怕的能量冲击 轰然倒塌 小黑和天使神王冲破天花板 飞到了空中 这回的天剑渐变了颜色 小黑这边的天雾云密布 给人一种黑云雅沉沉欲催的济世感 天使神王那边阳光普照 无数耀眼的光芒洒向大地 双方的战斗 引起了众多天使们的注意 他们开始朝着这边汇聚过来 天使神王见状 他冷冷地对住那些天使们开口道 我可爱的臣民们 由恶魔入侵到了我们的家园 他们企图摧毁我们的赖以生存的家园 你们说 我们同意吗 不同意 不知道谁喊了一声 其他人开始接着附和起来 既然不同意 那就是上吧 解决那个恶魔 为了我们家园而战 为了我们家园而战 一众天使们似乎被洗脑了 他们嗷嗷叫住 朝着流星这边发起了冲锋 世神乙王和悟空可不会灌注他们 两者一前一后 对天使发起了冲锋 世神乙王手中的黑龙枪 黑气萦绕 那是污秽之气 对这些家伙有着极大的杀伤力 悟空就简单多了 他身体变得化身成了火焰巨人 那熊熊燃烧的火焰可是地火 砰砰砰 悟空手持金箍棒开始乱砸了起来 好似大闹天空一般 不过眼前可不是强大的天兵天将 而是一群弱小的鸟人 说的好听叫天使 说的不好听就是鸟人 悟空每一棒打下去 都有一大片的天使被他砸成肉酱 天使们发起了反击 无数的攻击落在了悟空的身上 奈何流星共享了魔法免疫技能 让悟空免疫掉了大部分的伤害 他又拥有血气转化技能 失去的鲜血 一棍子就回来了 流星江安琪他们也给召唤了出来 就 小金腾空而起 轰咖 数以百计的雷电从天上落下 仿佛雷伐一般 命中了那些冲刺过来的天使 小金化身成了雷神 他开始了屠杀 玄武兵归迈动住沉重的步伐 他像是一辆重型坦克 朝前发起了冲锋 许多天使是枪兵 手持长矛的那一种 他们将长矛刺向了玄武兵归 坑坑坑坑 长矛虽然锋利 却无法突破玄武兵归那厚重的甲咒 砰 玄武兵归撞击在了这些 身穿银色仲凯的天使的身上 将他们如同保龄球一样 直接撞飞 一些倒霉蛋 被玄武兵归撞翻在地 玄武兵归踩了上去 只听见咔嚓咔嚓几声脆响 那些家伙连人带铠甲 直接被玄武兵归给踩扁了 鲜血顿时留了一地都是 安琪变成了龙人形态 他静静护卫在流星的身边 每当有天使飞扑过来之时 安琪大嘴一掌 哄 一道灼热的火焰喷射而出 将那人烧成飞灰 天空的战斗还在继续 天上如同世界末日一般 不停地有爆炸声传来 哄 哄 哄 小黑和天使神王的战斗 已经是神之间的战斗了 他们战斗产生的能量 居然可以撕破虚空 有一些天使比较倒霉 正好处在撕裂的虚空处 他们的身体连带住虚空 被切开了 可惜啊 虚空具有自我恢复能力 天使却没有 他们变成了一块 快切面整齐的尸碎块 停下 快停下 阿列里这个时候冲了出来 他是八亿天使 在所有的天使立马 算是位高权重了 听到阿列里的声音 一众天使们停了下来 主要还是被流星的御兽们打怕了 在他们的眼中 流星的御兽们 就是恶魔 极为恐怖 根本就是无法对抗的存在 众人这回都将目光看向了天空 小黑和天使神王的战斗 进入到了尾声 天使神王身上带伤 他无法进行如此高强度的战斗 最终败了一招 小黑那锋利的爪子 贯穿了天使神王的胸膛 将他的心脏给挖了出来 天使神王从天上掉了下去 哄 他眼睛瞪得大大的 脸上写满了不甘 他的身体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老化住 最后变成了一具干尸 一阵风吹过 将他那长长的白发给吹走了 神王死了 一众天使们陷入了沉默 一时之间 他们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虽然眼前的天使神王十分的暴力 经常欺压他们 可是他们都被欺压惯了 一时之间头顶没了人 他们有点不舒服 所有的天使开始将目光转向了阿列里 强大的天使都死了 现在最降的就是阿列里了 阿列里咽了咽口水 他有些手足无措 下意识地看向了流星 此时流星来到了那两颗蛋的跟前 咔嚓擦 那白色的蛋仙孵化 树到耀眼的白光 从蛋里面散射而出 Soul 一道身影从蛋里面腾空而起 哄 他的翅膀猛地张开 那是十二语义 是小乖乖 他通过九龙夺笛池 夺天地之造化 成功地进击到了神王之境 哐荡 一道兵器掉落的声音响起 这声音引发了蝴蝶效应 数以百计的武器掉落的声音传来 所有的天使都主动地 将手中的武器丢在了地上 他们跪了下去 开始朝着小乖乖跪拜了起来 臣服 这些天使们 已是实行动向小乖乖表示了臣服 小乖乖冷冷地瞥了这些家伙一眼 他手一抬 将所有人都扶了起来 然后他扇动住翅膀 来到了流星的身边 流星这会的身边站立住另一个人 那家伙黑头发 黑裙子 看过去极为的耀眼 正是沙里 他现在是堕落之神 小乖乖看向了那满地的尸体 他忍不住对着流星开口道 主人 我可以将他们复活吗 流星文言 他略微一思考 然后点了点头 这些天使说白了 只是炮灰罢了 将他们复活的话 他又可以得到一些战力 小乖乖翅膀一扇 整个身体腾空而起 他右手之上的权杖 轻轻一挥 顿时一大片的圣洁的光芒 从天空倾洒而下 将所有的天使的尸体 给笼罩住了 小乖乖使用了大复活之术 将跟前所有的死亡的 尸身还算完好的天使 给复活了 这些家伙复活之后 并没有对小乖乖表现出敌意 而是第一时间跪了下来 对着小乖乖表示了臣服 天使是一种种族阶级森严的生物 现在神王死了 那么小乖乖就是新的神王 救活这些家伙之后 小乖乖背后翅膀一扇 来到了流星的身边 流星健壮 他微微一笑 在天使之狱待了一周之后 露西那边终于有反应了 他的身体 从生命古术里面生腾而起 一道绿色的光芒 朝着四周席卷开来 光芒所过之处 仿佛万物复苏一般 无数的绿色植被 从地上冒了出来 不多时 这四周变成了一片 绿意盎然的世界 露西这会身穿一身绿色的长裙 她那白皙的脸上 透住一股子圣洁 露西也踏出了那一步 晋级神位 变成了生命女神 流星健壮 她直接将小峰给放了出来 露西来到了小峰的跟前 她运起了全身的生命能量 开始给小峰治疗 小峰的伤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住 一旁的小乖乖健壮 她也加入了治疗的队伍 一个治疗肉体 一个治疗神魄 随着治疗的进行 小峰的样子渐渐变了 她原本是一副白发苍苍 脸上满是皱纹的老太婆模样 现在不一样了 她变成了二十岁出头的模样 许久 小乖乖和露西停止了治疗 这回 他们俩的脸色有点难看 小峰毕竟也是神级 给她治疗自然要耗费大量的能量 流星使用系统之眼朝着小峰看去 她发现 小峰现在除了有些虚弱 身体已无大碍 唯一难受的就是 小峰的神盒出现了破裂 小峰 你放心 我肯定会找到修复你神盒的办法 可惜那九龙夺迪池 被小乖乖和丽莎使用之后 已经彻底报废 想要再使用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走 我们回家 流星带着小乖乖 他们回了家 一座巨大的城堡的跟前 流星穿着沙滩裤 坐在太阳伞下面 她的手里拿住一杯果汁 在那喝住 眼前传来了一阵嘻嘻哈哈的笑声 一大群的妹子 在那里打住沙滩排球 他们分成了两对 一对是安琪 小乖乖 露西 小峰 还有飞灵 另一对是子轩 绿罗 凤凰 颜如玉 霓裳 小峰的神盒已经修复好 严国立一副管家模样 丽莎一副女仆模样 两人静静地站在流星的身边 怎么没有看到蓝天她们 你说她们吗 她们说 又有新的秘境出现了 所以 她们组团去刷秘境去了 严国立开口道 新的秘境 流星闻言 她微微一笑 已经进极神之境的她 已经不需要秘境了 流星扫了一眼跟前 放眼所及 葛众强大的魔兽 在四周巡逻住 黑狼 天使 吸血鬼 狼人 小黑 是神异王 他们则是在一旁嬉闹住 流星从天使之欲回来 她的实力 已经是这个世界的顶峰 她直接动用了铁蟹手腕 在灭掉几个不长眼的国家之后 她成功地统一了这一片大路 在严国立他们的努力下 流星终于构建了一个 人人有饭吃 人人有疏毒的大同社会 在这个世界 人们终于不用忍计挨饿 不需要再因为没钱治病 而早早离世 人们过着安居乐业的日子 只要肯努力 就会有饭吃 完全不用担心 有邪恶老板客扣工资 因为如果有老板客扣工资 流星团的成员 就会直接上门请他去喝茶 至于人民之间的贫富差距 生离死别等 流星并没有过多地去干预 这些属于天理伦常 他能够做到的是相对正义 如果过分追求绝对正义 是会导致这个社会崩溃的 对于社会现在这一副样子 流星还是十分满意的 对于这个世界的年轻人来说 只要肯努力 日子就会越来越甜 房价很低 工作很好找 喜欢的女孩 只要努力追求一下 双方就能修成正果 流星还派人设置了一个 类似王多渔一样的项目公司 专门给那些有奇思妙想的人 提供项目资金 虽然大多数项目都不切实际 可是天才在左疯子在右 人类之所以能够进步 完全是因为 人类拥有别的生物 所没有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试问一下 许多年前 人们都觉得 飞上天空 是一件痴人说梦的事情 结果飞机的问世 直接打了那些家伙的脸 流星 凤凰朝着流星走了过来 他脸上满是笑容 用手挽了一下并脚的头发 凤凰姐 你们最近团内是莫啥是吗 流星发现凤凰这些日子 居然都在这里玩 没有 是我退休了 团内的事情 我交给小桃去处理了 小桃 听到这个名字 流星眉头微皱 哎呀 你放心了 小桃已经成长起来了 哪怕他不行 不是还有慕容雪在吗 慕容雪 听到这个名字 流星的嘴角轻轻勾起 他想起了那一个冷冰冰之人 现在慕容雪 在现到流星之后 他都会下意识地脸红 然后逃离 流星 凤凰姐 说他累了 要休息一下 你来代替他 来和我们打一会儿吧 绿罗开口道 对啊 对啊 你的御兽们太将了 我们都不是对手 这一次 你可得好好帮帮我们 严如玉父喝道 好 流星站起身 朝着绿罗他们所在的方向 走了过去 来 我来帮你们 让你知道 这球应该怎么玩 流星加入了绿罗他们的队伍 开始打起了球 此时远方的一个地方 一道黑影 从地狱之门走了出来 结结结 从今天开始 这里就叫做恶魔乐园 一头羊角人身的怪物 从里面走了出来 嗯 怎么突然天黑了 一张血盆大口 朝着他咬了过去 直接将他一口吞 然后继续趴下假妹 全输完 感谢大家观看收听